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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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午安 歡迎大家到2017台北文学記 我們在明個六日的午後呢 對文學記的活動 從三月到五月 非常歡迎各位再次來到這樣一個會場 我想文學記的組合呢 今年有一個非常大的不同 我們整個總的講座部分 從前到以後 什麼意思呢?尋求一個世代的對話 每一年的這個文學記的活動 大家都知道是一個文化盛世 可是呢 做久了就會有疲累感 怎麼樣把這個疲累感消除 會有些新鮮的組合 所以今年各位參加都知道 我們整個設計上是需要一個世代的不同 因為對同一個文類 同一個文學作品 或同樣一個什麼類型的創作 談不同世代 對他們的看法 當然本身也是 理論學有作者 有各自的這個創作經驗 各自的閱讀的一個心得 然後呢跟在座各位做分享 我們這個活動呢今天很高興 請教兩位在我們這個創作界 非常重要的作家 一位是我們張國立張老師 你們歡迎 首先歡迎張老師 張老師很難介紹 為什麼呢? 因為他 我作為一個讀者 自己教書自己也喜歡讀書 可是呢 作為讀者 老師的書的 創作的這個類別太多了 從 詩歌 小說 小說寫得非常多 還有他跟他夫人的這個 譬如說郵寄 這個郵寄太有意思了 等於可以當作一個夫妻相處 知道一個守則 那另外呢 他當然這個在 劇本創作上面 也有很多的一個成績 他作物量很多 我剛剛問一下張老師 他已經熟悉自己寫多少書 這量非常豐富 那各位看後面這張 小燕大都在 他接下來會花很多時間講 這個人是他的另外一個 他的筆名 所以不然是他自己寫 不是別人寫的 那 而且也能夠預告一下 下個禮拜 張老師要出一本新書 在時報文化初版 這樣子 那我們也很希望 張老師可以在我們那邊開個發表會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本新書 然後等一下自己會談這本新書 一些相關的一些資料 那另外一位 我們歡迎何老師 我們歡迎何老師 何老師非常年輕 不過其實他的創作經驗也很豐富 而且聲音是文化部 等於是代表到台灣 到國外去做駐春藝術家的工作 他本身這幾年 我覺得這兩年非常活躍 我記得去年出了很多的著作書 他今天開始很客氣說 他要談兩張老師的書 其實我更希望 讓老師談自己的書 因為其實 不論如何 每個世代有自己的文學作品 有自己的閱讀的品味 寫作的趣味 我想可以做一個分享 就像我們今天總組一樣的 我們是從前到以後 希望有世代的呈現 那我們是用這類的掌聲 歡迎兩位 你好 我是從前 只有以前的事情 那這個講奇幻小說 奇幻小說大家都知道最有名就是 就中國來通的西遊記 那西遊記大家都認為他奇幻的地方 他是一本色情小說 剛才講到夫妻之道 就是唐三仗跟那個三個人出去 說說會有吉幻棒一下大一下小 碰到妖怪就打 大家覺得吉幻棒不大不小 充滿了性愛的事 然後這個唐三仗對他呢 只要他乎乖他對他念咒 這就是老婆的意思 對不對 就來人出去不要亂搞 把吉幻棒收起來 然後免得唐三仗你們念咒 這很可怕 那我們家裡有個唐三仗 經常念咒 所以我出來都很乖 吉幻棒留在家裡 那這個奇幻小說就慢慢慢慢慢慢發展 其實最好的奇幻小說 到了那個魔界的時候 他大概已經定行了 就是說 現在各位看到說 奇幻小說幾乎都是根據魔界來 那我看魔界是比較七元臭小 我大學的時候有英文修服器 我們那個大學話語學院 非英文系一定要修英文 那英文系就不用修日文 這很沒有道理的事情 那我們就修了二十個學分的英文服器 那二十五個學分的英文服器 修教育一本書叫Pindus 各位都知道它漫畫 我今天上課就很火 這這麼看不起我們日文系的嗎 就像Pindus 然後第二個教材就是 The Hobbit 就是那個哈比人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念哈比人 然後開始慢慢慢慢摩戒 那魔界的時候還營造出來一個全新的世界 所以像靖遙東這邊 就可以把自己的世界 換掉世界 營造出一個很大的王國 很大的帝國 甚至一點跟現實已經很脫節了 那當然奇幻小說最好玩的 當然是作家的想像力 那想像力怎麼樣把它打破到最高 那是看每一個大腦結構 那在寫這本《巧成大作戰》 這本小說主要是跟平溪縣的鐵路有關係 那有一年的夏天呢 我有兩個小孩 一個是讀 他們都在比利時念書 一個是念醫學院 念大醫 另外一個念高中念高和 兩個小孩因為很久沒有回台灣 我就跟他們去玩 做平溪縣去 那平溪縣大概做導遊要介紹對不對 那什麼介紹 就是火車站很明顯 那平溪就放天燈嘛 那十分就看大腹部嘛 這才能介紹 於是在金銅大學 剛好看到火車啊 我就跟那個兩個小朋友 晚上十位年的時候 來修火車 他們兩個都很乖 都不知道要來騙他們 這為什麼十二點 十二點的時候就來了一輛車 這時候如果你沒有火車 你要回到衛芳怎麼辦 我只有這個小火車 你要買特殊的車票 然後這是十二點紅藍綠 小小的板車 各位都知道板車那樣 那什麼條的 兩個是收屬在羊的車裡 然後這個小時候裡面 有三個主教 三個年輕人 七個糊塗的 就上了那個板車 那各位到了那個金銅鑽 都知道那邊有一個 那個叫什麼 那邊有一個大的礦坑 現在已經用那個鐵絲把它攔起來了 所以我覺得這種好奇 那個礦坑以前長什麼樣子 那我小時候裡面就講說 這樣板車就進入那個礦坑裡面 那到了礦坑裡面 會遇到一個 對對對 這個就是金銅 欸 你又很小 那就從這邊開始 當然各位都去過平 之前都是阿小火車很好 很好玩對不對 那我只是想像 然後 喔 就是這個 十里大邪坑 我每次到人家有好奇 這裡面會有什麼 那那個我的小時候 就這樣帶著我就進去了 然後那輛板車帶著三個小朋友 還有兩隻松鼠就下去了 可是這個車子 到了門口 可能要 要測 要量那個重量 卡車一樣 那量的是什麼重量 量的是每個人的深層八次的重量 所以總共加起來 要多少這個車子重量才夠真的進去 他們量了半天 只有十八輛 每個人八次不太一樣 那其中少了一輛 那那一輛哪裡來呢 還好他們進了礦坑以後 就是遇到了虎爺 各位都知道虎爺嘛 那虎爺是台灣那個廟裡面 最特別的一個神啊 他又會在桌子底下 為什麼 因為他專門照顧小朋友 就是小朋友不是老是轉下去嗎 因為他長得不高嘛 有站在下面 所以各位到廟裡 你看土地坑廟裡的都有啊 桌子底下會有一個虎爺小小的下 然後前面有個盤子上面 裝玩具或者是錢 那虎爺 那這個時候最好虎爺住在這裡頭啊 那虎爺在裡面很無聊 本家很無聊 裴的就是以前礦工 死掉了礦工的英靈在做 那其中有一個叫英靈二號 他忘記了自己的名字 所以他永遠不能超生 所以他就上了這輛車子 跟他沒記錯 他要尋找他自己的名字 找到名字以後他就能超生 所以他們這輛板車就一直守在這裡面礦坑 他經過了平溪啊 他經過了 他們會遇到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挑戰 挑戰的對象包括有金色的大鯉魚 包括還有台灣熊啊 都有很多 台灣熊 我在小說裡面把台灣熊寫得很大 有台灣熊看他的樣子 看那個松鼠的樣子 好像太陽在看石頭 對不對 風吹起來 台風在吹你的 跟你的吹風機比較 大概是這樣 他會經歷這一連串的 一連串過程 那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啊 他必須要發現金瓜石 原來金礦沒有被挖斷 那台灣的那個金瓜石 那個金礦呢 跟附近的金礦 在日本時代的時候 號稱日本地的大金礦 所以都知道日本地 一大金礦的山頂線 以前那個古田信玄 就是靠那個黃金起來 那後來那個日本的黃金 慢慢挖斷 到台灣發現金瓜石的金礦 很多年 那金瓜石現在已經瘋了 沒有人在挖了 可是金瓜石真的沒有金礦了嗎 當然也未必對不對 只是他開展的成本太高了 就不服成本啊對不對 比如說黃金一兩 兩塊錢每一 你挖出來就五塊錢每一塊錢 那你為什麼要去挖啊 所以我認為那裡面還有黃金在 所以我就要讓這幾個小朋友 跟他松鼓下去 就他們找到了黃金 那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是要找到他們自己的身世啊 就是他的爸爸供奉了一座官衣像 跟藍媽祖像跟別的媽祖不太一樣 他是穿著藍色的寶子 上面還有一個護金 那這個是哪裡來的呢 原來是他的祖先 他的祖先是西班牙或者河南的船員 在那個山雕角那邊傳難 各位都知道山雕角的原因嘛 山雕角的原因叫San Diego 很奇怪對不對 怎麼山雕角跟San Diego有關係 原來當藝人啊 巴伊是San Diego的男匹馬 就山雕角 那我們常常 台灣話最有特色就在這裡 比如說那個英文裡面 percentage 百分比的啊 到日文裡面 percento 那到台灣各位都是啊 我小時候叫percent 現在就是他 你看看 我們把文字都沒辦法去講 那那個紅藥也是要 San Diego 也是名字也是這樣出來 變成山雕角 把山雕角 那這個就慢慢慢慢把整個故事開始串起來 那其中這篇故事要講的是 包括這條路邊 很多各位都去了 都去過平靜線 那有些地方 有些有點小的細節可能沒有留意 比如說我們都去到瑞芳 為什麼叫瑞芳 瑞芳其實這是礦坑下面的啊 礦坑下面一個小小的商店 那個很不方便嘛 所以很多東西都是一個小雜貨店在賣 這叫瑞芳商店 後來那個地方名字就叫瑞芳 就是這樣慢慢慢慢累積出來 所以那時候 我帶那兩個小朋友走平靜線的時候 就一路上跟他們講的亂七八糟故事 那我後面這樣 你又胡說八道 又胡說八道 那為了證明我沒有胡說八道 我就跟那兩個小朋友 寫一門小時候給你們看 後來就寫出來一個搶成大組 我們兩個很高興啊 那最重要的高興是 我們去有些地方玩的時候 其實你不一定會記得 一大堆歷史名詞啊 第一題啊怎麼考 考真的 但是當地有個故事跟著你 那故事是一切動力的來源 沒有故事啊 這個文化的這個名字就會消失掉 所有都是靠故事來累積出來 慢慢慢慢累積 比如說齁 比如說齁 比如說全世界最偉大的一個文創 叫做西學鬼 西學鬼這邊英國人寫出來小說 以後一直到現在為止 各位看西學鬼還一直在複製 不停在複製 所以西學鬼變成一種新的文化出來 這個文化也不再是英國而已 或者只是羅馬林亞而已 它變成全世界的一種文化 每個人看到西學鬼都很興奮 你看到西學鬼不會痛 你會很興奮 正好相反 那有很多文化的資料出來的 比如說像那個寫的三國演義好了 各位知道韓國也有三國演義 各位知道日本也有三國演義 所以三國演義的文化不是中國的 它是整個東北亞地區的 所以跟日本人或韓國人講三國制的 一些成語的話 他們大概都知道 所以這是一個很特殊的文化 文化一直這樣 它靠著故事慢慢慢慢累積起來 所以到現在為止還有很多人都認為 都認為諸葛亮是 天重與你人 事不二出 可是從來沒有人研究過 為什麼諸葛亮這麼偉大 打不過曹操 曹操比諸葛亮偉大 你們知道應該這樣對不對 那曹操為什麼連孫全能打不過 那孫全一定比曹操偉大 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故事可以把人塑造出來 所以假如比如說我來說 如果我死掉以後 跟我女兒拜託她幫我立個小小的廟 譬如張公尺對不對 你說誰知道張公沒有 然後有一天出現一個小時候 然後我叫曹操偉大 我叫曹操耀寫一本 張公如何顯聖 於是慢慢慢慢 大家也搞不清楚就去了 我跟我女兒說做病 然後我女兒去買一個大樂豆去 拜阿阿阿 estos中獎 不得了 你們特上去拜了 於是張公尺的香火越來越鼎盛 對 等到到了我的曾孫女的時候 她就會寫一個寫一封信給總統 張公尺非常的靈驗 是不是要鼓勵一下 那現在總統為了要選廟 當然張公司拜一下 就跟十八王公一樣啊 拜一下 他覺得張公司的信頭不少 拜一個講奏給他 叫什麼 感應大元帥 我就被封了 於是我就變成神了 各位想到沒有 所以在台灣這邊 中國啦 封神有三部選手 第一個你要有廟 慢慢慢慢一點點 第二個地方上的人覺得你很好 於是開始每天經常去拜拜 第三個要皇帝的證實 就是神是皇帝封的 那像各位都知道 有一些叫英恩神是沒有皇帝封的 十八王公沒有皇帝封他嘛 就沒有 所以加上我張公司 就你們一定要交代你們的子孫啊 看到姓張的廟就拜不對了 又拜了又拜了 大家想像一下你 我在寫長城大說戰的時候 就到處逢廟必拜啊 那就看了很多很多廟 其中台灣人的廟最特別的 叫雙宗廟 各位如果讀歷史都知道 有一位張荀跟徐遠 有沒有 跟那個唐朝的時候 不是跟安慕三郎打仗嗎 兩個人在城裡面就死掉了 這兩個在河南喔 各位想要不要在台灣有一個廟 這是什麼道理啊 我一直想不通 就是總而言之就是台灣這種 這種文化和歷史喔 是由廟宇來繼承的 尤其兩位 各位都是到了鄉下 會看到五銀將軍 所以你到一個農地 你會發現 這邊差一個綠旗 裡面差一個黃旗 為什麼 然後原來是一種五銀將軍 到時候有廟宇人類的五銀將軍 五銀將軍是一個中坦元帥在率領 中坦元帥就叫羅扎 這三太子 這時候各位都知道 原來先民來到台灣來開墾的時候 正常遇到野獸啊 或者是什麼 什麼萬七八糟的病 他不知道怎麼解釋 就是說這地方有鬼 也就請了五銀將軍來 五銀將軍帶的兵子 什麼叫鷹兵 就是 就是人死掉了 還把你分好壞 就對了人啊 不好的叫鬼 好的叫鷹兵 於是五銀將軍 在哪吒的率領之下 去鎮壓地方上的惡民 所以我們到每個廟裡面 都會看到五銀將軍 所以有個廟裡面去看 其實是蠻好玩的 台灣的廟尤其是特別 談廟的豐富程度 倒已經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啊 就像十八王公可以成為廟對不對 張公辭將來一定也成立啊 你們要記得啊 交代之子 所以就讓他寫在遺囑裡面 封章必拜啊 那那個很多廟出來 也會慢慢形成一種新的文化出來 這個文化變成台灣的一個文概 如果把廟尾都抽掉 他都不見了 比如客家人拜三三國廟 就三個三神嘛對不對 那閩南人拜什麼廟 全州人最早來就是正成功帶來 台灣本來沒什麼人啊 就正成功帶來 正成功帶來 正成功帶了五萬大兵啊 拜他的家屬啊 他的移民啊 慢慢慢慢過來 所以全州人都是拜正成功 其實慢慢慢慢各地來的人啊 都拜不同的神 所以台灣的神是很複雜的 日本的神話裡面說 日本有八百萬神 所以那個時候日本人口可能 還不到一百萬神 神就有八百萬 所以每一年到農曆十月的時候 全日本的神都要到出雲 這個地方去拜拜 就是說神要開年度大會啊 所以那整個月就叫神五月 那只有在出雲那個地方叫神載月 因為所有的神都來啊 你看日本的神有八百萬 我們台灣神一定不死嘛對不對 你看我們的廟就知道 日本廟裡面的神 大概都是從父人 只有我們的廟經都不一樣 就是很豐富很豐富 那所以在這種環境底下 所以就很自然很自然 對這個東西就產生了興趣 所以我到現在還是一樣 逢廟必拜 那拜的過程 你也一定會去研究一下 這個神到底是誰 哪裡跑出來了 然後知道祂的背景以後 就會覺得 你會覺得跟這個廟有種親切感 你到這個地方會覺得很有趣 然後你在出什麼事情的時候 你會知道拜什麼神 所以在這個小說裡面 男生角就是 喜歡拔桌 就是他每天帶兩個膠杯 走到哪裡去 今天中午要吃漢堡還吃 你還要拔一個杯 交女朋友看女孩長得不錯 要不要跟她打傘 就這樣再拔一下 所以她的人生就是這樣拔出來的 其實我們的人生也差不多 不知道怎麼決定的時候 其實神明能不能給我們答案 其實我也一樣 可是我拔一下 我心安安 我覺得好像她要負責我 所以我們盡量把我們的責任 就是丟這個神明 神明要負責我 神明啊 在台灣做神明是一個壓力很大 很大的事情 所以這三個小孩就是這樣子的 不停的在尋找 那尋找到最後 我希望他們三個人希望 當然希望他們找到他自己的根 就是你要認定這件事情很困難 所以為什麼客家人在台灣 到處要改三三國廟 那他很怕他的根會不見 所以很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個 變成像宗慈一樣的廟 所以廟裡面神其實拜的 他的神的感應程度怎麼樣不重要 而是變成他們精神的象徵 那譬如說是媽祖廟美洲來了 美洲是媽祖代表的一種 媽祖來的時候 剛來的時候是 正成功的船頭 供奉的媽祖過來 好像一尊媽祖是後來留在澎湖的 你不會忘 搞不太清楚 就媽祖是這樣子來的 於是所有渡海的人都是靠著媽祖 這是媽祖為什麼在台灣信仰 信仰的這麼廣泛 各位仔細看看媽祖的信仰 跟那個聖母 天主教的聖母是不是有點算 都是強調持光吟造 強調就是有教無類 我現在也慢慢慢慢開始 持光吟造 在講吵架 這就是一種 慢慢慢慢慢慢文化會產生一種很奇特的事情 文化會改變歷史 就是有些有很多政治家都一心意想要 改變他人民的生活方式或者是政治理念 可是各位仔細看 最後回來都回歸到宗教裡面 宗教人表現出來都是這些 比如說的廟宜中校建議 最搞不懂的是警察拜關公 各位到警察局都知道 刑事組一定拜關公 每天每個刑事組的幹員進去 只要拜拜 拜完關公 我們黑道拜誰啊 也拜關公啊 那很奇怪 非常衝突 那我在想說關公的人生是 當了神友 他非常掙扎 那到底該幫警察呢 還是該幫黑道 兩邊都拜 而且拜了誰 一個比一個兇啊 各位如果去三億問一個買那個關公小 最多就是黑道跟警察嘛 警察買的比較便宜啊 黑道買的比較貴而已 差別只在這裡而已 那各位想想看 這是不是有一些很奇怪對不對 這就是 這就是一種文化沒想 所以我們常常說黑白兩道 其實不太分一個人也在這裡嘛 拜的神都是一個對不對 比如說他們 是一個系統出來 所以很難很難去區隔 所以這個神會會包括了很多很多的作用 那各位知道關公負責多少事情嗎 關公是全中國最忙碌的一個神啊 他什麼事情都要管 他只有一個事情不管 你叫做結婚生子才不管 其他通通管 各行各業都在拜關公 關公時代在那裡 於是當我在大學的時候 傳出一個消息出來 說那一年的春節啊 這個玉皇大帝重新選舉 我聽到那些消息一下 玉皇大帝 一天真假的玉皇大帝 沒有 玉皇大帝要改選 大家開始投票啊 選出來是關公啊 關公當選的那個玉皇大帝啊 所以關公就變成 從那個時候就開始變成玉皇大帝 這個各位如果上網上一查 這條新聞可能還在 就是關公當選為玉皇大帝 這是一個非常荒謬的事情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聽到說 耶穌或者上帝改選的沒有啊 這玉皇大帝被改選了 這個道教的 道教的精神都可以這樣子 可以被關公 關公這麼大的威力 很難把它取代掉 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事情 那我在中國大陸也有跑到很多地方 也是一樣逢廟明白 中國大陸有很多廟是 是 淵遠流常啊 可是有一個糟糕的地方 香火不行啊 沒有台灣的香火 也就是你會覺得進來玩廟裡面 不會讓你覺得沒有 你有那種我好像屬於這裡 好像歡喜的那種感覺 那當然是文化大革命之後 文化大革命期間 馬上那個中 那個廟都消滅掉了 那在台灣還繼續流程 變成我們就棒了 然後接著各位看 誰要有城隍廟的地方 前面一定有夜市 對不對 就跟你到歐洲一樣 就要看到有PS 還有廣場 那旁邊一定有餐廳 這都是一樣的道理 就慢慢慢慢延伸出來 所以各位到城隍廟 一定要有夜市 沒有夜市的城隍廟是不行的 都是被政府牽走的 那理論上的夜市 一定要在城隍廟前面 它是有歷史淵源的 就因為城隍廟前面很熱鬧啊 所以慢慢會有小攤子啊 可能是有什麼雜耍啊 賣藝的啊 才會慢慢慢慢持中啊 所以如果把它通通牽到 水泥的房子裡面去 夜市的感覺就消失了 各位 各位我小朋友都有的感覺啊 夜市就應該在城隍廟前面 那城隍廟就應該在夜市裡面 就是同樣的 就是變成一種 台灣上文化的特色 所以我是覺得每一次 每一次就是 到了歐洲 到了廣場 看到了教堂 我就會很高興 看到城隍廟 你會知道第一個有吃的 所以在歐洲旅行的時候 如果你怕迷路 你只要跟他說 我要找那種多爾摩 多爾摩就是大教堂的一層 到大教堂 它前面就會有荒場 然後你接著 所有事情都解決了 你會在古城的廟中心 到台灣 你只要到每個地方 只要問它 城隍廟在哪裡 你就到了它的市中心了 就到了它老的城的市中心 你不必在新的大樓隊裡面 到時候鑽來鑽去怎麼樣 這所有東西都 其實在東西方來講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是西方一小時候 最基本的元素 就是 是想像 然後 能夠把現有的文化的精髓把它造出來 然後你寫出來 也許就會覺得很好 好 謝謝大家 我們接下來請靜堯來講一下 謝謝葡萊老師剛才那麼精采 非常有趣的分享 那 感謝大家今天來這個場 然後 因為我跟張葡萊老師分享的一些經驗 那剛才張葡萊老師有講到 奇幻小說魔戒 那魔戒對我來講也是影響非常深厚的一個奇幻小說 那對我來講我現在 今年剛推薪出《妖怪台灣》 其實也是基於魔戒 那樣的世界觀 然後想要製作出來的一本書 那等一下再慢慢講 那先講我跟奇幻小說之間的約點好了 那我是小學的時候 開始接觸到奇幻小說的這個領域的 那時候讀的作品是誰的作品呢 是尼邝 對 尼邝老師的作品 那尼邝老師的作品 就是有非常非常大堆的 很多很多的那個系列作 比如說威斯理傳奇啊 或者是什麼木蘭花 那雖然是比較間諜類型的 那當然 尤其是威斯理系列是更 會跟奇幻故事相關 那當然一開始讀 尼邝老師的作品是非常非常喜歡 就是因為他展現出他的那個 博學 然後淵源 然後各種 各種的知識都可以信守一臉 不管是這麼冷癖的知識 在他底下都可以廟筆深化 然後就寫出一連串很有趣的一個情節 那當然主要最後就是可能就有點失望 因為你讀第一二頁然後時候 你大概可以知道結局是什麼東西 就一定是外星人 對 對 就也許一開始 因為那個尼邝老師的著作很多啦 那當然很多的小說的結局 他就會用外星人哏然後去解決所有的謎題 那當然一開始讀的時候就很幸福 原來真的有優服啊 真的有外星人啊 然後外星科技怎麼樣 那當然讀到最後其實就是有點麻痺 但是這其實也不能說是尼邝老師的寫得不好 因為這是一個寫 就是尼邝老師的一個一貫的套路 那當然他在每個講述每個外星科技的時候 其實有各自的主題是想要去講的 那當然是我在小時候可能就不太了解 所以我那時候還是比較喜歡就是 有一個有趣的一個謎團然後去解決 然後最後中間就是很多冒險的經過 那最讓我覺得很印象很深刻的是 他在寫一個沙漠的故事 我當然忘記那個背景是什麼 但是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大家都知道沙漠就是有海獅聖羅 然後就是描述一個男子 他在沙漠裡面然後意外看到一個海獅聖羅 那那個海獅聖羅的聖影的現象是什麼 他就是一個非常的絕世美女 然後美麗到就是美若天仙 然後讓這個男子就是死以逃生之後 就是超時犯不想就是想著這個美女 然後他根據了各種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那個海獅聖羅是一種折射的現象 所以說你根本不知道那個折射的來源 到底是哪個地方 但這個男子就是因為靠著他多麼喜歡 多麼熱愛這個女子的身影 這個欠語然後開始展開追尋 他當然忘記有沒有跟衛斯里的關係 但總之最後這個男子就是發現 就是他最後找到這個女子本人 才發現他是一個非常飄悍而且很兇狠的一個人選的男 女子就是Female Fatal的那個威形 那當然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結構 那一剛開始就是一個非常奇幻魔幻的一個方法去講述這個故事 那譬如說李光老師也有講一些金字塔 或者是一些外星人的幻頭 這種很稀奇古怪的各種的有趣的 這個乍聽之下好像是完全是可以實行的一些科學或是物理的這種奇幻的概念 那當然這是我小學時候所接觸的一個奇幻故事 那當然我高中之後就慢慢就閱讀很多很多不同類型的書都蠻喜歡的 那對我來講真正跟奇幻有更深或是更有脈絡性的去閱讀 然後去理解是在我的大學時候 因為我是讀台大的外媒系 那台大外媒系當然就是讀很多的歐美文學或是美國文學 那尤其是神話傳說或是一些魔幻寫實的小說 在當時都有教授 那當然在那個時候我也開始看很多的西方奇幻的故事 那那個時候印象很深刻就是魔戒 魔戒在那個時候非常非常好 到現在也還是一樣很好 那當然魔戒這個故事已經在西方已經很紅很多年了 那當然尤其是在電影 電影出來之後 那個這本書的這一套系列作才更讓世人所熟知 然後讓更多的台灣的一些奇幻小說家 就是神獸這本書的影響 然後也開始在想 奇幻到底是可以做什麼樣的一個應用 那當然對我來講就是 當然那時候我可能就是喜歡 喜歡讀魔戒然後慢慢去讀它 然後也想寫出喜歡故事 那對我現在來講就是我覺得其實 托爾金就是魔戒的小說家 托爾金他其實不是小說家 他更厲害或是他更 最有力道的一個身份 是一個歷史學家 他是一個語言學家 那這是因為對中國歐洲 就是14世紀15世紀的那個 歐洲文化啊 歷史啊非常非常的淵薄 在語言學上 或者是一些歷史學上面是很厲害的 所以說他其實是根據他自己本身 非常淵薄的知識 才創造出一個魔戒這樣子 一個很龐大的一個世界觀 所以說對我來講 所謂奇幻 可能大家覺得奇幻小說 或奇幻故事 就是要天馬行光 第一個一定要非常幻想的一個 幻想然後超越現實的一個想像能力 但其實對我來講 這其實是一個很危險的第一步 就是第一步卻不可以的樣子 因為奇幻小說的第一步永遠都是腳踏實地 就像是國際老師剛才講 他實際有踩踏了平息的土地 然後去認識當地 看到當地 然後了解當地 然後再由這些實際的基礎上面 再去幻想出 或者是再去編排出更多有趣的故事 那當然這樣的一個領路 其實也是跟李光老師是非常相近的 就是幻想他其實並不是無中生有 其實無中生有的事情是不可能的 那所有的想像或者是文學 都是從一個基礎上面 有一個基礎的一個踏腳石 或者是一個泥土 一個這樣的土壤 才可以長出一個很有趣的一個花朵 或者是一片茂盛的一個花園 那對我來講奇幻這個概念 就是我從多爾金的魔界裡面所了解到的 那當然魔界它引用了非常多龐雜的知識 那譬如說舉個很耳熟的很佳例子 像多爾金所創造出的史貓格巨龍 這個巨龍的形象 跟火龍 然後會守護保障 這樣一個形象 其實就是由 Bell Wolf Bell Wolf是歐洲的一個很著名的 屠龍史詩 是一個史詩 史詩就是一個神話 那那個 多爾金非常喜歡Bell Wolf Bell Wolf這個神話故事 所以說它藉由研究這個神話故事 然後去結構裡面的英雄結構 還有這個怪物的結構 怪物的一個情節 它為什麼會出現在這個故事裡面 然後再藉由這樣子的編排 然後去想像在它的書中 就是 我忘記那個山是叫什麼山版 就是守護那座山的這樣一個 那座山的這樣一個 對對對 乖 對就是專業的 那 對 所以說像多爾金 就是用這樣的想法再去寫作 那這樣的創作的一個方法學 其實我也不只是在歐美文學 奇幻文學史上面 會看到 在日本文學史 或者是中國文學史上面 其實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比如說中國文學的話 其實中國的奇幻 其實最早奇幻故事 經典是什麼 就是山海經 這是大家耳熟能講的一個 最著名的一個作品 那山海經嘛 然後接下來就是可能就是 魏晉南美朝筆記小說啊 或者是唐傳奇啊 到明清時候的一些怪異論什麼的東西 比如說像原美的直步語 或是像瞭再致意 那這些故事可能會有一些 一些源流 或者是一些轉變 然後藉由這些轉變 然後再去訴說當代他們 那個作家 或者是寫作者 他遭遇到的什麼問題 也就是說奇幻 他可能只是一個 有趣的一個狀況 但他更想講的 可能是當時的一些 社會環境 或者是一些背景 或者是一些歷史 就像唐傳奇一樣 雖然說很多故事可能是 跟情色有關係 對 唐傳奇有很多 跟一些色情文學詩詞上編的 那有些東西 其實他會講到政治 這樣的立場 那 剛才郭博老師也講到一個 文化流變 這個部分也說 我非常非常感興趣 而且覺得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 一個人講一件事情 其實就是一個故事嘛 兩個人講一件事情 就是兩個故事 三個人講一件事情 那就是千千萬萬的故事 對我來講 每個人講故事 都會有他各自的立場 跟他的觀點 就縱然只是講 同一件事情 但是藉由這同一件事情 可以反映出到 這個人 或是這個個體 他是在 什麼樣的環境下 或什麼樣的文化下 去思考這個問題 然後想要藉由這樣的思考 然後去解決什麼問題 或者是想要去 尋求什麼樣的一個方向 那 所謂的中國奇幻 是一個很淵遠流長的 一個非常巨大的結構 可以從神話學啊 各種方面去講 那中國其實跟日本 也是非常非常相關的 譬如說 中國的唐代文化 唐代文化在唐朝的時候 就是很大局 就是流通到日本去 所以說 雖然 日本 就是號稱有八百萬神明 但是 根據一位很著名的一個妖怪大師 日本妖怪大師 水木王老師 他的一個研究 還有他的想法 他認為就是目前 日本的這麼多妖怪 大概是有八九十以上 都是來自外國 譬如說像中國 或是印度宗教的故事 那其餘只有十%或是二十% 才是屬於日本的一個本土 將延伸了一個 一個怪物的一個形象 譬如說像天狗 天狗其實最早就是 從中國的地方傳過去的 那或者是像 有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也是我覺得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議 就是日本的南陸半島 有傳聲波記 聲波記就是一種聲波鬼 然後這種聲波鬼 會去侵害當地人 那聲波鬼是怎麼來的呢 聲波鬼據他們的傳說 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前 漢武帝跟西王武 然後他們駕著馬車 然後就跑到南陸半島那邊去 然後在當地就覺得 欸這個地方非常不錯 然後就覺得 在這個地方住下來了 那所以說在那個當地 他們是會辦漢武帝的 那而在這個馬車 跟到他們日本去的那個 屠舟就是五隻蝙蝠跟著他們 那五隻蝙蝠就變成了聲波鬼 那這樣子的一個傳說呢 也可以就是讓我們了解到 其實中國跟日本兩國之間 在神話或是妖怪的故事 其實會有非常多的一個流通 那這些從中國流傳到日本去的 這樣子的怪物 在日本的一些小說家 或者是研究者 會叫做大陸妖怪 就是他們也叫中國 叫大陸這樣 大陸妖怪 那其中就是研究這樣的流通 或者是這樣的轉變的 很厲害的大師就是 靜尼夏淵老師 那靜尼夏淵老師 就是研究烏獲林 那烏獲林 他第一本著名的書就是 《孤獲鳥》 那孤獲鳥在他之前 其實是很默默無名的一個 一個妖怪的一個故事 那這個故事其實也不是源自於日本 而是中國的故事 那他就是把中國的孤獲鳥 跟日本的蟬女 這兩個妖怪不同形狀 不同形狀 跟文化背景的妖怪去進行比較 然後寫下他 孤獲鳥之下 那這個我認為這是一個 對我來講 是一個正骨塑金的一本書 那就開啟了 比如說像日本的新本格的一個 推理的風潮 或者是所謂的妖怪小說 妖怪寫作的系統 那我身受這樣的系統 非常非常的巨大 對我來講 就是靜尼夏淵老師 是很厲害的一個 一個妖怪的大師 那所以說 當我們回到台灣的環境下的時候 就是比如說西方是這個樣子 或者是日本是這個樣子 那日本其實 剛才講妖怪其實也很有趣的 現象就是 日本他們其實也會圖山海經 在江戶時代 他們之所以會畫很多的 一個妖怪的一個圖像 或怪物的圖像 其實是山海經流傳到日本去 那當然山海經原本是有圖片的 有這個圖文的 譬如說那個陶淵明 陶淵明他最喜歡 就是跟完舔之後 然後就拿一本書 拿山海經然後看看裡面 就有圖嘛 然後也有文字 然後覺得非常非常有趣 那當然是這個圖呢 在歷史的流轉裡面 它就不見了 所以說最後只是那樣文字 那現在我們看到 山海經的那些很有趣的形象 譬如說竹籠啊 或者是一些妖怪鳥啊 或者是一些蛇的 一個很不可思議 或是人面語 就是其實就是很奇怪 它是魚 但是就是長了人臉 那跟我們現在想像的美人魚 可能就有很大的差距 像這樣的東西 其實在明朝跟清朝時代 就有一些畫家 然後從去去根據書中的畫 書中文字 然後去繪畫出來 那這些東西 也就流傳到了 那個日本去 那在江戶時代 也有慢慢的流行 那像這樣子的 那個故事啊 就是比如說 最早開啟這樣子 妖怪繪畫的系統 就是鳥山實驗 鳥山實驗這個大師 他的畫圖白鬼烈系呢 就是 繪畫了數百幅 一百幅的 應該是一百幅的一個 一個妖怪 就是日本的妖怪 那裡面的第一幅畫 也非常非常有趣 叫做木妹 木頭的木 鬼妹的妹 木妹 那木妹這個故事是什麼呢 這個故事就是源自於中國 詳細的故事 我有點忘記了 但總之就是 據說就是以前 人就以前有兩棵樹 哪怕是福奇樹 那他們非常非常相愛彼此 可是他們距離很遙遠 所以說最後 他們就畫出了靈魂來 就是變成人生 就是變成男女的這種人類的身體 然後可以 身形吧 或是靈魂之類的 我都忘記了 然後他們就可以相聚在一起 那這是所謂的木妹的 這樣的一個傳說 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那在江戶時代 所謂的 這種妖怪的繪畫 也助長了所謂 日本奇幻的一個想像 那當然講到日本奇幻 可能就是 譬如說 這是一個 日本奇幻也是一個非常淵源 很流長的一個系統 譬如說 日本江戶時代 有很著名的怪攤 他們會舉辦怪攤會 就是在夏天晚上 或者是晚上 然後大家聚在一起 然後開始四檔 其實也不是四檔 就是喜歡講故事 因為那個天色暗了 然後沒有地方可以去 所以大家都彼此來講鬼故事 那這些鬼故事呢 可能很多就是 會跟這種怪攤是相關的 好 那剛才就是中國嘛 然後日本嘛 或是西方的 奇幻的一個移入狀況 所以當我從小時候讀 迷幻的故事 然後到長大之後 讀西方啊 還有日本啊 還有中國 其實中國的這種 奇幻故事 就是經常在閱讀啦 因為 課本會教嘛 表示在質疑 或者是平常就會 有這些東西 那 所以說當我在思考 在台灣 台灣有什麼樣的奇幻 的東西 或者是奇幻的故事 可以去想的時候呢 我就是 依循著 就是 其他的文化 他們是怎麼去思考 奇幻這件事情 來思考 台灣奇幻又該怎麼去發展 或是再怎麼做 比如說西方奇幻 托爾金 他就是從一個 原本的一個 一個歷史 或是一個土地上的東西 然後去 誕生出這樣一個 一個大陸 就是 就是一個 魔界大陸的這樣一個想像 那台灣我覺得 其實也是要從歷史學 或者是 原學的部分 重新去 想像出 或是重新去挖掘出 有沒有什麼奇幻的可能 因為只有這樣子 腳踏實地的一個 一個 一個追尋 才可以 才可能做出一個 有趣的一個成果 那當然現在 的一個 初步的成果 就是 《妖怪台灣》這本書 那正是因為 我在京大台灣所 就是 雖然說我在 外文系就是 讀了四年啦 但是 那時候我就開始詳細小說 那 但是當我想寫小說 尤其是 可能跟奇幻有相關的時候 當然我就想到 托爾金 那托爾金 他當然是研究 當地 就是他們屬於文化的 他們自己文化的 這樣的歷史 那我想 那屬於台灣的文化歷史 那又是該怎麼樣呢 那我就想 那台灣的歷史到底是什麼 才發現 就是 腦牌中間一片空白 我完全不知道 台灣的歷史到底是什麼 就是好像 斷代就是 只是從 1895年之後 就是 課本上 我們都指教 1895年之後的事情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那當然不是這個樣子 那你去回想 歷史課本到底 教你什麼時候 我想到可能 就是什麼 書沒人 就是 外國的蘇美人 或者是 歐洲的歷史 或者是中國的歷史 尤其是中國的歷史 那台灣到底是什麼時候 我發現 老海中的比例 非常非常少 那為了堵足這種缺點 或者是 為了堵足我這個缺憾 所以說我是決定好 那我就 開始要進研究所 然後去 讀看相關的東西 去研究看看 有沒有什麼東西是可以做的 那當然 讀研究所的過程非常辛苦 那 基本上 在讀的過程中 我花了很多力氣 去了解 研究學文到底是一件什麼樣的事情 其實 這是一個蠻艱巨的一件事情 在 外文系的時候 其實不會那麼辛苦 因為你就是讀書 然後你就是寫報告 或者是 或者是 考試 那其實對於研究 或者是去理解一件事情 並沒有那麼的強調 那我真的能夠學到 研究的一個方法學 或者是一個 一個態度 其實是在 那個清大的台文所的時候 才慢慢的了解到 該怎麼去 去 腳踏實地 或者是扎實地 去 爬書那些歷史文獻 那當然 在過程中 就慢慢的發現 因為我一直以來就是 從林匡老師的這個作品來看 就是 對這種不可思議的事情 我非常非常的著迷 然後故事是不可思議的 然後奇幻的 然後讓你想說 到底是什麼的 都會讓我覺得 非常的感興趣 那所以說 當我在讀很多的史料 或者是文獻的時候 我也常常讀到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 除了跟歷史有關係 另一個最常關係的 就是民俗學的東西 民俗學的領域 那 比如說到現在那 我就是有這樣成為 就是妖怪台灣 那主要是 當我開始想要寫小說的時候 我就決定 好 那我一定要學習 經濟夏英老師的寫作方法 那經濟夏英老師的寫作方法是什麼 他就是在每一篇文章前面 他就是會放一個引文 就是一個古典文獻的引文 我對這樣的文獻的引文 非常非常非常的著迷 非常非常想要學習 可是當我想要做台灣的時候 其實就是 其實這樣的資料是非常少的 所以我就決定 那我乾脆自己來找那些文獻 把它收集起來 然後看看哪些故事是可以用的 然後就開始邊練條目 然後慢慢來做 然後做到最後就到現在 那當然做到一半的時候 才發現奇怪 這個量怎麼 比我寫小說的量 還有更多 也許這種東西是可以分享出來 讓更多人來做 讓更多人來去想像 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發現 當我在寫 比如說這些歷史小說的時候 最大遭遇到的困難 其實就是 大家可能 對我寫作的故事背景 完全的不熟悉 比如說我寫1860年代台灣 好 1860年代台灣 大家可以想到 那個時候是什麼樣子嗎 那我想像中世紀歐洲 可能就想像SB 那個樣子 或者是可能有歧視 這個樣子 那1860年代台灣 是什麼樣子 好 那我在寫這個故事 然後把我的東西都寫完之後 然後給大家看 那當然大家可以 看照我書中的故事去 暗讀書去去看 那到底是什麼樣子 可是 如果沒有一個前提的知識 的累積 或者是一個共享的平台 那我要推行 推動我的這個故事 讓大家 我更有認同法 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那所以說我是決定 那其實我應該可以把這些 我收集到的東西 材料 讓更多人去看 那當這個社會 或者是台灣人 有對這個 這件事情 台灣妖怪這件事情 有更多的 共同的想像的時候 那我要去做這件事情的話 也許會變得更容易 而且不只是我來做 就是如果說大家 覺得這個東西很有趣的話 我更希望的是 比我有才華 就是我覺得 我沒有什麼才華 我才剛開始 慢慢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自己還有很多 缺點還有不足之處 但是 我也希望就是 比我更多有才華的人 是願意投身 到這個地方去做 當然現在台灣有一些 作家是在寫奇幻小說 但是 在寫台灣奇幻小說 其實是 非常非常的 非常的少的 像 兒童文學裡面 其實有 也有寫歷史奇幻小說 像張家化先生 他寫的 叫《月光三部曲》 就是一個 兒童少年小說的冒險故事 或者是像國立老師的搶成大作戰 另外 《正成功密碼》 也是國立老師的另一本書 那這本書可能跟奇幻 會比較沒有什麼關係 但它是跟一個歷史的追尋 還有一個想像的空間 是相關的 那這樣的東西 也是我非常非常想要推廣 然後認為大家應該去做的 那我覺得 像是日本 日本有大和小說 有大和劇 或者像中國 中國現在有拍很多戲劇 或是《徵環傳》 或者是《徵環傳》 或者是《徵環傳》 這些其實也可以算是一種奇幻小說 因為它原本就是一個穿越小說 奇幻歷史小說 那藉由這樣子一個幻想的一個結構 然後從去編排出 古老時代的一個不同的風華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說對我來講 奇幻它其實不只是從 要土地上去紮根 同時也是需要更多的人 去同時做這件事情 那這個事情才會成為一個很有趣的風潮 那謝謝大家 講一個鬼故事 這跟男人很有關係 我一直在探討男人跟女人的關係 男人蠻委屈的 可是在聊戰裡面也有故事 說有幾個男人很無聊 晚上就在這邊商量喝酒 說廟裡面有一個城隍也像很秀 沒有人敢去 誰敢把他抬回來啊 大概要輸 比如說輸七亮明 其中有個白目 假的一個白目叫張白目 張白目 張白目呢喝了這個狀態 把廟裡面把那個城隍也偷回來 這個人看到都嚇死了 也沒把神像搬回來 他把城隍也擺在那邊 其他人都嚇死了 但是也沒關係 哎呀城隍也對不起啊 今天把人醒過來 沒想到大家都跑的時候 你現在有空來喝酒了啊 就把城隍也抱著酒 那城隍也聽到啊 經常求我喝酒 不是很高興嗎 每天都來 張白目就有陪他喝酒啊 那兩個人聊也聊得蠻高興 那張白目的老婆就很怕 就說每天都把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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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城隍也取來真可怕 酒路後 那跟城隍也變得好朋友啦 那跟城隍也 那跟城隍也 城隍也混起來 王爺說 我將來可不可能考上大學 就說科舉啦 城隍也說不行欸 這腦袋有問題 就說沒有關係 我想讓他看吧 人家王張白目的睡覺的時候 哎 覺得肚子有點習慣 有點痛 那城隍也把肚子割開來 這個肚子溪溫溫在搞什麼啊 那邊炒菜 就把不好的東西拿掉 甜點真的不一樣 但他突然之間神清氣爽 變得很聰明了 就考上大學了 好對不對 城隍也幫了很多事 各位 這種男人的本性扭出來 這不是我講的 聊哉之意作者講的 他這個男人有錢的也有名的 他覺得老婆不夠漂亮 怎麼辦 我老婆不漂亮 身材還可以啦 就是臉不好看 他上面也說好 沒有位子 有臉色沒有翻顏 就看到城隍也提了一個血流 你的腦袋回來 說隔壁村子的第一大美女剛死 我現在幫你老婆換頭 拿起骨頭 一聲把老婆的腦袋換 就是要剁掉 把新的老婆打給你回去 從此還有一個美無天仙的老婆 故事大概就是這樣子 這說明啊 這件事情說明一件很重要的 這男人是視覺的動物 對不對 不管這個老婆身材也好 這個老婆也這麼顧她家 她只在乎一張臉孔文 叫各位同意吧 這兩大事也很久已經就講了 對不對 你說男人這件事有很大問題的 另外另外有一個 我再講一個 再講一個故事好了 這樣回去你可以糊弄別人 有一個人叫秦俊伯 不知道各位有聽過 我常常講的 秦俊伯是個老先生 當然一定跟我差不多 每天晚上我喜歡到鎮上來喝酒 跟我也差不多 這何赫醉聲音歡迎跟我差不多 我們人了 有一天經過一個 因為那個四夏無濃 看到兩個孫子來 還有好高興 兩個孫子兩孫子過來 就是死了老家伙 昨天 昨天竟然當了我爸媽面 休禮我出食 兩個孫子把齊豉博決貶了一頓 這是我後來決定不要孫子的原因 孫子不一定很孝順 兩個孫子把齊豉博打一胆 齊豉博裝死 那两个孙子才想回家 回到家里面看到孙子的两个坐在那个 八仙桌旁边写功课 齐利伯他很生气 拿起棍子就要打孙子这样 那就是他儿子跟媳妇出来坐车 你两个孙子晚上根本没有出去 都要做功课很用功 最后结合有爸爸 你遇到鬼了 齐利伯遇到鬼了 就让他都知道 有目击者不在场正义 什么都有 不是他孙子 齐利伯后来商养好 有天的时候带着把牛尾尖刀 杀出牛尾尖刀出去 他这一天决定带那两个 我把故事结尾稍微修改一下 他走到那天就假装喝醉 他一天能够喝一打啤酒 他那天只喝半打啤酒 果然看到那两个鬼 就装了他孙子一样来接他 二话不说 拔出头就把那两个鬼给做了 他回到家以后 我儿子问他 爸很晚回来 就养孙子 怕你晚上就遇到鬼 跑去接你了 他也知道 这是秦俱伯 这是收成记里面讲的故事 这里面这个故事很丰富 他大概只有 两三百次长 因为文言文 为什么文言文 是因为以前中文显示 很复杂 拿毛笔 各位有拿过毛笔 很累啊 所以越写越清洁 两三百次起来 蛮多的小说 这跟各位请问一下 这个秦俱伯的小说 在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你看到鬼 不要急着杀他 说明他是你孙子 你也是这样骂 或者看到你孙子先别急着 他会校正你 说明他是鬼啊 这故事还能复复 所以我们看这个中国古书 在写这种故事的时候 有些鬼故事 非常非常丰富 那刚才季瑶讲到日本的 日本的那个怪堂 那我前一任来去 日本有一个最有名的 写小说的 小说家 恐怖小说家 从来开始 叫小泉巴语 他写了一本书叫怪堂 他已经拍上很多电影 一直从一拍 小泉巴语是一个美国人 其实应该算英国人 不论说主要是住在美国 那后来到日本以后结婚 娶一个老婆姓小泉 就叫群云这样的小泉 那巴语这两个意思 就是说在当地很流行 叫巴头的大蛇 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 传说中的怪物 所以小泉巴语 在日本的时候 就每天去牺牲这种东西 然后开始写成一本书叫怪堂 所以说你看到写 奇怪小说的人都蛮奇怪的 脑袋流起来 一个小泉巴语 那现在如果去松江市 岛根县的松江市 可以看到小泉巴语的博物馆 到岛根县有个好处 所以外国人参观门票 都打五折有的 我从来没有遇到这么好的事情 到岛根县就觉得 每天都对我很好 就是通通打五折 那日本是一个非常强调恐怖啊 强调鬼故事的国家 因为他们认为 他们有八百万神嘛 对不对 八百万是鬼嘛 因为鬼就是神嘛 对不对 那我们这边也是啊 就我们死掉的人 才会变成鬼嘛 鬼 好 这些鬼有一点用错 就变成神 那什么叫有用错 他能够安慰我的心 这叫神 所以你们才知道 为什么叫女神 对不对 女神的她能安慰我的心 那其实那是鬼嘛 就是这个中间区别很难啊 所以不用太 我是不太在意这种事情 就觉得很好 那我这一次 唯一碰到一次奇幻事情啊 就是我在香港的半山上 有一个旅馆 我那个大概十多年前 有一天我去 早上起来 我在看书 他正好有个脚窗在我旁边 一个沙发 就没有看书 看一本小说 赫巴巴尔 捷克作家的 赫巴巴尔小 看完以后 比如看到八十 我就一放回出去了 等到我回旅馆的时候 打开门 看到里面也有女孩子 穿白衣服 坐在那边 看我的赫巴巴尔小说 因为我走错房间 我退出来 对啊 电子钥匙啊 怎么会走错呢 不可能啊 我才知道我老婆老师教训我 进旅馆一定要按门铃嘛 对不对 我说没有按 叮咚叮咚叮咚 然后再进去 那个女的不站 可是她已经看到了九十二页了 那个是我的八十一页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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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到得放不可能被风吹啊 所以那时候 那个晚上就很紧张 我想找到我的愿意 我要不要对不起我老婆 那是我第一次碰到这个事情 我觉得 有点恐怖啊 可是也觉得很好玩 因为你会有期待 而且你自己下自己啊 下下下下 下了两三年才睡着 睡得很好嘛 对不对 因为人生也不过如此 所以我从那一次以后就觉得 我没有 我后来走的时候那一天啊 第二天我走 我把那本小说留在哪里 留给她了 你看我这个很勾意是吧 所以各位看书是有意义的 只能沟通嘛 对不对 所以在人生的累积这种事情很好啊 那我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朋友 我计辞了 最精彩的 他是以前从小开始喜欢跟我一样 喜欢拜一秒 那哪里都拜一秒拜一秒 拜一秒拜一秒 后来有一天啊 有东西上到他身上去 各位上到你身上的东西 有的是很正大光明的 对不对 像激恐一样很正大光明 有些是碰摸摸的 才在我朋友的身上 就附在他身上 那我朋友也知道 那个 那个当然 当然你有东西上身 对你来说 有好处有坏处嘛 好处是 他有些事情会让你解决 坏处是 就是坏处嘛 对不对 就是坏处 然后后来他到四十岁 还没有结婚 因为那个 他身上没有结婚 一直不让他结婚 就是只要他 他有交到男朋友 各种出来 就是就是这样 后来到他四十岁 他实在忍不住 他就去 希望把他请走 各位你把他请走 那是充满了痛苦 对不对 跟你在一起相处二十年 你要把他请走 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最后还是把他请走 请走之后 他的身体就开始慢慢慢慢变好 那这事情到底真的还假的 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哇 他有这样不同的人生 就是 就是 在我们周边经常会发生 一些这种奇怪怪的事情 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如果你用惊恐的角色去看的话 也许觉得很不好 可是如果心胸放大一点 把他当作奇幻小说来看 你就知道你的人生啊 因为这些东西而丰富 比如刚才竟然讲到 那个圣诚多密码的时候 另外一个小说 圣诚多密码我要写他原意 一开始的时候就很奇怪 郑成峰是 可以抓一抓台湾的 如果是国父 郑成峰嘛 一切都是从郑成峰开始 比如说你到台北建台 有个郑成峰有关系 到铁栈山跟郑成峰有关系 各位台湾哪个地方 跟郑成峰没有关系 除了台北市之外 台北市那个时候 画外之一 郑成峰跟郑成峰有关系 各位郑成峰到了台湾半年就死掉了 这是很奇怪 一个人在台湾只待半年 他必须台湾所有东西都跟他有关系 你也很难想象 我后来都找西手人贴那些故事出来 因为他有个军师叫陈靖南 各位看到西路小说 陈有华嘛 陈有华 陈有华现在神像还在台南的那个 广泽尊寺 靠近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叫什么 各位稍微查好了 什么我讲 广泽尊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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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泉州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孝子 后来事后也封省了嘛 那郑成功后来有军师叫陈永淮 就把他请来了 那陈永淮在台湾做的 他是参军 他职位低不高 他做的事情非常的奇怪 他帮郑成功建立一个叫 郑成功信仰 叫我姓宜 郑成功的信仰 越来越广 越来越广 所以我家住在建台 我一直想通 建台 郑成功什么关系 郑成功从来没来过啊 郑成功有个物件 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湖里面 有那个什么 有恶灵在作祟 你把箭丢下去 那恶灵就死掉了 从此以后风平浪静 所以叫建台嘛 郑成功从来没来过 郑成功的部下也没有来过 到底是谁来过 这表示性感对于人的重要性 就是编故事能力要够强 所以我觉得 陈永华可能是 非常了不起的小说家 他没有把他写出来 他用实际的行动 把他一步一步一步建立 所以我就有一阵子 我就沿着郑成功的主机 走台湾 比如说内湖第三年上面 也有一个郑成功庙 各位也署名我的故意过 各位可以进去看 郑成功庙是把 把台湾传口的庙 把他copy 这个山寨版 就是说 在一般的庙里面有 有黑白无常 谢将军 跟范将军 对不对 到了郑成功变成 外将军 他一个 走面变成他两个部下 对不对 就是把黑白无常 换成他的人 就这样 完全的copy 这个是 这个是 我觉得郑成功 这一个部下 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 他想象力丰富到这种意义 比如说 在二十年前 李德威当总统所 台湾的邦交国很少 其中也是打提出一个 大胆的计划叫做 占领贝里斯 各位知道贝里斯在哪里 在中南美洲里面 看我们的朋友里面 有个小道理叫贝里斯 那贝里斯啊 有个台湾人去投资啊 设立工厂 还不错 所以贝里斯慢慢慢慢就有名了 所以李德威有一天就说 我们要贝里斯某个事啊 于是有点小数家就开始幻想 小数家执名包包我 就是贝里斯的人口很少 只有几十万 我们移民啊 对不对 我们移民个三十万去以后 我们便多数 我们开始选总统出 台湾总统出来了 对不对 台湾就一定有个邦交国 叫贝里斯 这种事情很容易办啊 对不对 有很多小伙 有时候就开始移民了 就把家占了 就叫七十年出一样 就他的幻想 所以通常一些事情的时候 就会用 用不停的 不同的角度在看 所以如果说大家在 骂里根 或者什么老饭店那样 我们都直接 哇 这个土也好啊 去占领贝里斯 所以就出现了很多幻想 人活在幻想 有的时候不太切实际啊 可是 你的人生会很快乐 然后就是每天就是 在东想思想 那这个是我根本来 一个小优的 那这个就是正成功密码 这个楼下有卖 这一本讲 神大作战没有卖 那正成功庙 一开始也是在大使山上 各位有记住大使山上 正成功庙 台湾第二大鬼魔 第一大是名凶 第二大是这种 尤其你要在月深文迹的时候 简直是 惊悚到家 很不好意思 爬山上去 他这个庙 找了一个很好的建筑 这样子啊 你们从外装西网上看 有一个很奇怪的建筑 那个就是正成功庙 你们看过没有 他这个建筑设计很好 就是明朝官员的帽子 就是设计好 那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 你看 叫明朝官员的帽子 其实设计是很棒的 里面有一个很高很高的正成功庙像 那庙都这么简单啊 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神啊 只有正成功庙 所以比如说是正式的 这个后代啊 新建 那这个庙当然有争议啦 就是说他是不是 占有佛有地啊 或者是 走一个山林地 都跑去盖一个庙 这另外一回事啊 有一天我就 就爬山 爬山就爬上正成功庙 怎么今天这个地方对了陕成功呢 这个 devil真是灵验啊 有幸福这么多 那如果各位去的话 你们可以从 捷印文湖县的建南 建南路站下来 往梅原走 梅原以前讲会 我在那边养蝴蝶的一个地方 那台湾以前有三大蝴蝶古道 就是每年到了春天 那蝴蝶從那個山裡面出來 就像一條路一樣 全部的蝴蝶都出來 那台東那邊有一條蝴蝶都沒看到 很可惜啊 那這裡面上面有個蝶園 那還有留下來 各位上去仔細看就知道 你們爬這條山很好玩 山上的廟子多啊 其中最多的廟叫玄天上帝廟 各位知道玄天上帝是誰的廟嗎 誰誰開始啊 以前我們都知道明太祖初元璋是跟著白蓮教一起出來的 對不對 後來白蓮教有一個頭子叫做 先不要講名字 講名字 總而言之他是白蓮教的部下 他把白蓮教的小皇帝給淹死了 假裝說他死掉了 那按照這樣的講解他也應該是白蓮教 白蓮教是日月嘛 日月神教你們看過金融小周苗 所以李蓮教堂應該是日月神教 所以他的國旗 就是一個日跟一個月 他穿了龍袍身上啊 身上龍袍 左邊是月亮 右邊是太陽 所以他的國旗就是一個太陽跟一個月亮 就是把穆斯林的月亮也有了 日本的太陽他也有了 他都有了 所以他是那個 那個明朝的國旗 所以他講 那理論上明朝的國教應該是白蓮教啊 可是沒有 所以剛剛發明一個選天上帝 選天上帝 台灣就是第二波的廟 僅次於媽祖廟 選天上帝當然大家說 有很多很多種說法 就是最明顯的說法 一腳踩龜一腳踩蛇 這家客人都知道 還有財神爺嘛 那選天上帝廟就包圍在正成魔廟附近 正成功是明朝的 對不對 周圍包圍都是選天上帝廟 其中也有白蓮教的廟 這時候就詭異啦 白蓮教跟全天上帝這兩派開始鬥法啦 好 這故事就這樣開始了 可是走這條山路蠻好玩 可以走到東吳啦 可以看到前木庫區啦 那一時候可以走到外雙溪 然後因為山路也不抖 其實是蠻好走 可是在爬山那時候 如果知道一些故事會蠻好的 正成功啊 這個就是玄之天上帝廟 到處各 就這樣想想想想 很特別的 正成功 正成功有個祖廟在台南 可是一般人都大概都過去 這里面蠻好玩的喔 這個叫正成功啊 不過這個像有點有點 這個正成功祖廟 台南是一個非常豐富的地方 那關於這個言明俊王池 也有一些說法 言明俊王池歷清了各種惡亂 那這一口井啊 是到現在為止 還保持到現在的 那據說這一口井上面 有黃金啊 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 那這個就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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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來 呃 這個是菠娃 菠娃米蘇 真好 一般跟我們印象不太像 它是 它真的是習近的 菠娃下去 就是不會湯湯水水 這個也不跟那個 五銀將軍 只要離開台北市有的鄉下經常會看到五銀將軍 五銀將軍就是有四個銀嘛 中間就是哪吒 然後 這個鄭騰雲之泥 我後來又追到鄭陽 在鄭江打敗了嘛 到鄭江看到 這個就是標準的 中國寺廟是黃色的牆 這個也好吃 這是南京那邊的鷹魚 可是有一個缺點就是 江裡面的魚它的刺很多很小 那這個鄭江 因為這能夠在鄭江跟那個 蔡琉把清長人打敗 所以到鄭江一定要吃這個叫做 鍋蓋麵 就煮好的麵也要上去放一個蛋 鍋蓋麵很便宜啊 那也很好吃 那鄭江要留下來很多元朝是OK的 我不知道講到哪裡 那這個就是 鄭江其實蠻好的 老師就重點在這裡 我下一個小時候下個禮拜還要出版 那愛情的規律範圍 作者張文應該講的是 愛情的規律範圍 歡迎大家請教 謝謝 所以剛才老師說是住在劍坦那邊 在劍坦 劍坦的這個故事 也是非常非常的五話八文的 像剛才講到這個 鄭成功頭劍的故事 那鄭成功他應該有非常非常多把劍 因為他常常在台灣各地投一劍 或是插劍 或者是 他的另一個武器就是大炮 他很喜歡用大炮亂打東西 然後譬如說他有一個說法就是 他跑到那個鷹哥 鷹哥那邊去 然後看到鷹哥妖怪就做怪 所以就大炮就打 然後就把那個鷹哥妖怪給打死了 然後他又跑到了宜蘭去 然後看到龜山島是一個大烏龜 然後又命令手下就是 炮擊這隻大烏龜 因為他是一個妖怪 然後那個烏龜就死掉了 然後變龜山島 那就是他常常這樣破壞 山林 或者是亂投劍 另外剛才那個劍坦 劍坦其實 林果我都知道的故事 劍坦也有那個樹 以前樹 那個劍坦的樹 據說是荷蘭 荷蘭也有士兵將劍 放在那個樹上之間 然後最後就變成一個劍跟樹 就是合在一起 有這樣的怪談 那另一個故事 這是日本時代流傳的故事 是 據說在劍坦 就是剛才 我小時候剛才說 很喜歡看小說 小說的這個女鬼 這樣子 那在劍坦其實有 很喜歡文學的女鬼 然後他很喜歡文學 以至於 他死後呢 就常常在劍坦的虎 就是那個水盼 劍坦其實不是虎啦 他不是一個坦 他是剛好一個這樣的一個狀 一個彎曲型的狀 一個一個區段 然後所以說 看起來很像坦 所以他其實不是 不過現在已經沒有那個 劍坦以前的風光已經不見了 那據說以前那個 在劍坦就常常有 在這個 這個 就是 岸邊常常有一個 女鬼會出現 然後開始隱私作對 那據說他以前是曾經 就是 以前就是從 中國來的 一個文人 或是一個知識份子 或是一個官員 然後他的妻子 然後他死後就變成這個女鬼 但是他還喜歡隱私作對 所以說 以至於他死後 還經常在那個 水岸邊就是徘徊 然後開始隱私作對 那也有這樣的一個奇妙的故事 那當然 鄭成功的故事是非常多的 那 我剛才講到那個大炮嘛 其實 之所以 鄭成功大炮很有名 他銅炮很有名 是因為他曾經在廣東 應該 記得應該是廣東的那個 海邊 就是看到海底下 就是有兩個異光 就是兩個非常亮的一個亮光 這樣跑出來 所以他就另手下去打擾 那其中這個異光 一個光亮就跑掉了 然後另一個 則是由龍 然後變成大炮形狀 所以說這個 他的銅炮 其實是一個龍妖怪 這樣的一個化身 有這樣的一個傳說 那當然鄭成功 來到台灣 當然 他很快就死掉了 就病死了 不知道是怎麼死掉的 那就是 眾所昏雲 那總之他其實 基本上是不可能出 就是離開過 那個台南這個範圍的 但是在台灣各地 其實就是 都有他的一個蹤跡 然後像中部 因為我在 我住在台中嘛 那台中的那個 就是中部的那個鐵真山 就是有他的一個遺跡 跟一個他的傳說 那 講到中部 其實就像剛才講的 鬼故事一樣 是鬼 鬼的故事 在台中 其實也有非常非常多 很有趣的鬼故事 例如說像大甲溪 以前據說大甲溪 是有很多的鬼出沒的 所以說晚上的時候呢 那個大甲溪上來 就是有很多鬼火 這樣子跳來跳去 跳來跳去 那在大甲溪這個地方 很著名的一個鬼故事 這是女鬼故事 就是 據說在大甲溪的溪邊呢 有一棵很巨大的苦戀樹 苦戀就是苦靈 那這棵苦靈樹呢 就是 樹下有一個 劈頭上髮的女鬼 其實不是女鬼 就是 看到的時候你不會以為 他是鬼 就是一個美若天仙的美女子 然後這時候 就是男人是視覺動物嘛 然後看到這個女孩子的時候 就上前去打仗 就是故事背景清朝時代 古早期以來這樣子 那 那個 比如說 就是要行腳 就是大甲溪南北兩岸的這個商人 就看到他 然後就會去打仗那個女孩子 然後女孩子就會問他說 你可不可以背我過河 因為大甲溪的吸血是很急的 然後如果說你不小心的話 可能就會被衝走 那當然 那這個男生 那個 非常的 年輕力壯 就會想他 背他過河 但沒有想到這個女鬼其實是水鬼 所以說 當你背他過河的時候 他就會把你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呃 好像就是 當你回頭看他的話 然後你就 變成石頭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我一定忘記了不好意思 那總之就是 那種女鬼 會讓這個人死 死掉 死在吸水當中 那有一個道士法師呢 有一個道士 他為了要解決這個地方上的 這個危難呢 所以他就決定要 騙這個 這個女鬼 那當然他在中間的時候 就是沒有回頭 所以說也沒有被這個女鬼給嚇到 然後等他到了對岸的時候呢 他已經 其實已經在對岸準備了一鍋熱油 然後這個 這個 這鍋熱油呢 他就馬上把 背上的 女鬼這樣子 把他給 丟進這個熱鍋的 這個油水裡面 然後這個女鬼就被燙死了 燙死之後就變成棺材板 那你也不知道為什麼是棺材板 那你也不知道為什麼是棺材板 但反正就是 傳說就是這個樣子 這就是在一個 東師鎮 應該是東師鎮的一個 一個民間傳說 那 其實用 樂油這樣子燙死鬼 或者是妖怪 這樣的傳說 其實在台灣是很多的 那一個最著名的牧師 是五姑婆 五姑婆就是 要怎麼 要當五姑婆呢 那個非常聰明的姐姐 就是 最後就是 有很多版本 反正就是最後 有一個版本就是 他 讓這個五姑婆 掉進來 熱油裡面 或者是騙他 把熱油給喝下去 然後這個五姑婆就燙死了 那 這個可見就是 當你遇到 要過五姑婆的時候 趕快去準備 一鍋熱油 準備來燙他們之類的 那 當然這是這個玩笑話 那以前的人 如果遇到妖怪的話怎麼辦呢 其實並不是準備熱油 而是準備金子之前 當以前的人 看到鬼啊 妖啊 或是這些 你不知道 到底該怎麼解釋他的現象 然後你覺得 好像被耍到的時候呢 他們就開始 準備紙錢 然後去 開始 用紙錢 然後去除媚 那譬如說 以前台灣的西邊岸 會有一些 人媚語出沒的一個傳說 那人媚語當他出現的時候 其實就是個不祥的徵兆 就是你看到他的時候 就會碎三年 那所以說這時候該怎麼辦呢 就是你趕快去燒紙錢 所以說你是船上的水手的話 你看到這個 有這個 龍 有龍從那個水中跑出來 或是有妖怪從水中跑出來 人媚語出現 這時候你就趕快 殺紙錢 然後開始 那個 如果有道士在的話 就趕快請他念咒 然後去 驅除這個 這個 精怪的這個 殺氣 那當然這些精怪可能 只是路過而已 然後看你 欸幹嘛 朝我丟 丟這個什麼 紙片 他可能不太知道 那 不管怎樣 就是以前的台灣人 因為這樣 民俗的關係 會有這樣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儀式 那當然 這是以前的一個狀況 那當然 到現在可能 大家都對於這種鬼怪 或者是精魅的故事 其實是 可能就是覺得 可能就是五級之塔 在台灣其實 神靈的 信仰這樣的 信仰這樣的結構 其實是比較多的 那有些妖怪或是鬼 其實也會經過更多人的祭祀 而變成 去有神革的 這樣一個象徵 譬如說 像林偷姐 大家覺得林偷姐 是什麼樣的一個 存在呢 當然 我們現在想到林偷姐 就是一個鬼魅 但其實林偷姐 曾經被鄉人立廟 去祭祀她 那當然 現在這座廟是不見的 那也不知道 這座廟它的原貌 是怎麼樣 或是怎麼擊敗她 但總之它曾經是有這樣的廟 那有的廟 代表說 具有神革 因為有很多人去 祭拜她 她就有想過嘛 所以說到底她是鬼魅 還是謠怪 還是神呢 那也 也無法去說明 那另一種就是 當然鬼魅 成神的現象是很多的 譬如說 另一種呢 其實是比較殘忍的 在以前彭谷啊 彭谷我們現在 以前彭谷常常會有一些麻風病 會有一些麻風病人 那以前人是怎麼認為這種麻風病的 發生的情況呢 他們認為是一種叫做 賴病蟲 就是 賴就是那個 賴就是 那個 那個賴一個病在一個賴 那 他們認為有這種賴病蟲的存在 然後這種賴病蟲就會附身在人體身上 然後就會讓這個人 得了麻風病 那這是一種很奇怪的 不知道它是妖怪還是 一個怪物的這樣的一個蟲 那 這樣的蟲呢 當它附身在人的身上的時候 這個人就沒有救了 所以說 就要把這個人離開來 因為這個認為 他們以前的人就認為這是有 和傳染病的一個可能性 那就會把它隔離開來 然後讓他自省自眠 那 當然就是 除了把它隔離開來 有這樣子的狀況之外 還有林董更差 他們會把這種 被賴病蟲附身的人 活埋盡地底下 那活埋盡地底下的時候 有一些 活埋的一個地方 就會去崇拜他 因為 就是覺得這個 被活埋的這個人 雖然說得了賴病蟲 然後被活埋起來 然後 認為他就是具有神力 所以就開始拜他 當然有可能是自己良心不安 就是 就是 那個 雖然說他被賴病蟲附身 然後覺得還是 必須要把他 就是把他給殺掉 就是 埋盡地底 可是還是良心跪不去 所以說就 用 像去祭拜他 或是用力廟去祭拜他 在澎湖的一些小島上面 以前是有這樣的 一個 一個狀況 那 這樣的狀況其實是 一人家舉 一人家舉 他調查的一個結果 那一人家舉 是一個很著名的人類學 的一個研究的一個大師 那他當時是調查了台灣很多很多的地方 那他也曾經跑去 那個澎湖這個地方去調查 那另一個 他調查的一個故事也是滿有趣的 他在講貓妖精的故事 澎湖有串電的故事 那什麼叫串電呢 就是 電都有一個主神 當主神不在的時候 這個電就空了 所以說可能就會有一些妖魔符 或是神 這樣子跑進這個廟 就是霸占這個廟 就是糾占雀草的概念 那曾經在澎湖的 一座小島上面 就是 有一個神 然後 無子虛 好像是祭祀無子虛的一個廟 那這個廟呢 就是 那個 主神就跑出去 然後結果就有一個貓妖精 就 就是串電 就是貓妖精串電 然後霸占這個地方 那當 外面的那個主神 發現這件事情 就趕快跑回來 然後就把這個貓妖精又丟進 好像也是用樂油把它給燙死了 所以又奪回了這個廟的主權 那在澎湖的一個小島上面 也有這樣的一個很有趣的傳說 那 不管怎麼樣呢 傳說就是會流變的 那就像是 鄭成功 國姓爺 其實以前的人不會講 鄭成功 那個 鄭成功在世的時候 大家都叫他國姓爺 那國姓爺 他沒有 沒有那個 離開台南 但是台灣各地 都有他一個蹤跡 那 這樣的蹤跡呢 其實也是 反映了大家對於 鄭成功這個人物的一個 心理反應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 非常特殊的一個人物 他的爸爸是鄭姿龍 那鄭姿龍是 明朝時代 十八世紀的很厲害的一個海道 同時也是一個海商 他 有這樣複雜的一個性格 的人物的形象 那同時呢 他的 又跟日本人 日本妻子 就是日本人 日本女子結婚 然後 當下那個 國姓爺 那所以說這一段也是很有 很有傳說性的 比如說據說 在那個 那個 在那個 日本 我忘記是哪一個縣 然後在那個縣叫做 有一個地方 就海濱 叫千里之濱 那就是 那個鄭成功 就生下來的這個海濱 那 當他出生的時候 也有很多傳說 就是據說 他出生的時候 就天地 就是電光雷火 然後就是陰 就是 就是非常的 就是 有很多的烏雲跑來 然後發出亮光 然後 然後海中就出現了一頭很大的鯨魚 所以說 鄭成功 通常也會跟鯨魚 這樣的一個形象做連結 可能就是一個 鯨魚 的一個轉世 那跟鯨魚相對的 可能就是 老虎 為什麼是老虎呢 司狼 大家知道嗎 司狼就是 那最後 那個 清朝清國之所以可以 那個 佔領台灣 統治台灣 就是因為司狼的一個影響 那司狼據說 是虎鯨轉世 他是 老虎鯨轉世的 那他跟老虎是有關聯的 好 那 當我們 因為歷史人物 歷史事件 有一些歷史事件是非常有趣 然後歷史人物是非常的立體 所以當民間在傳送這些故事的時候 其實常常會 加有些錯過 或是用一些各自的想像 重新去編排他 然後 像 鄭成功最後則是被神格化了 像是 當然他在清國的時候 也會被神格化 那他到日本時代又會被神格化 為什麼呢 因為 他的 一個日本學童 所以說 日本人會要 就是要正當化他的統治的一個理由 跟他的淵源 所以他就 崇拜了鄭成功 國姓也 事實上 在江湖時代 鄭成功的故事 也會被他們寫進歌舞記裡面 歌舞記還是什麼 一個戲劇裡面 就是國姓也合在 所以說他們 日本人 他們也會去訴說 就像是他們會訴說三國故事 他們也會去講 鄭成功的一個英勇的一個故事 那當然到了 國民政府的時候 當然也會去崇拜鄭成功 因為他就是一個民主英雄 然後他 他就是代表漢人的一個血統 所以說這是一個 一與三次的概念 就每一個朝代 可以根據他的一個想法 然後重新去翻轉這個 人物代表的意義 那當然這是一個 就先不要講 俗事俗非 或者是到底是怎麼樣 但總之這是一個 文化傳承的一個很正常的流變 那在台灣當然會是這個樣子 中國也是這個樣子 就是世界各國其實 都有這樣類似的一個情況 那當然台灣就是很正存風 國姓也這樣子的一個傳奇人物 是最有可能會出現的 那他當然 不只是他會被寫歌的話 他其餘的跟隨的人 可能也會跟著雞犬升天 就像陳永華 陳永華可能最後變成了陳進來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陳進來 但總之我是覺得很喜歡陳進來 這樣一個設定的 那可能就跟田地會有關 那像 呃 呃 講到另一個 呃 就是跟陳永華也有相關的 另一個神靈的故事 則是 據說他在死前 其實有 神靈去拜訪他 那 就是有很多書上的紀錄就是說 當然他在死前呢 就是有 一個 威王爺 或是叫做 呃 欸 我忘記要什麼 反正是一個大人 然後這個大人呢 就是神的 使者 他其實就是王爺啦 就是在台南有一些王爺的信仰 就是據說 就是 呃 當時他會去拜訪 陳永華 然後在他死前 前三天 還是前一天呢 就跟他講說 接下來會死了 或者是怎樣 然後做這個預言 那陳永華知道時候 就是非常的正地 然後就開始去 去安排後世 那跟他相關也有這樣的一個 很奇妙的傳說流傳下來 好 那當然剛才講到的各種的 各種的地方的一個故事就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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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也有嘛 那台中也有 那當然因為我是台中人 所以說我 我也很希望可以跟大家介紹分享一些 關於台灣 台中的一些 呃 鬼故事或小怪故事 那其中一個最讓你喜歡的故事就是 就是葫蘆頓 呃 台中有的地方叫葫蘆頓 那就是現在的風源 那風源呢 他以前 呃 不是以前就是他椅子裡 其實就是傳說 風源 葫蘆頓這個地方 就是一個葫蘆穴 就是一個穴位 就是一個地穴 風水穴上面 然後這個是一個火葫蘆 那這個火葫蘆呢 他就除了會噴火之外 他從此 葫蘆底 也會產了金銀財寶 那 所以說當 有福分的人呢 就可以得到這個金銀財寶 那 呃 要怎麼去得到這個金銀財寶 據說 在葫蘆頓這個地方 守護保障的是一個白兔 跟一個白馬 那當你在葫蘆這個地方 看到白馬跟白兔 的時候 趕快去追逐他們 據說呢 白兔管的是 一百兩銀 然後 白馬管的是一千兩銀 所以說 當你追到他的時候呢 你是一個福分之人 你就 會 你就可以在他底下去挖土 然後你就得到 一望金銀財寶 所以說 台灣的這個 守護保障的故事 跟西方 是非常非常不一樣 西方的守護保障可能是什麼 小金銀 諸魯 或者是一個 洪火龍 這樣的一個形象 但是台灣其實 流傳最廣的其實是白馬 馬 或者是兔 這樣的形象 那 當你得到這個金銀財寶的話 你就可以 可以 非常地等到 但是如果說你是一個邪惡之人的話 你就算得了一百兩銀 可是 你還是會生病 然後 你就會 那個醫藥費嘛 然後你就會把這一百兩銀 全部都花光 所以說你也等於是 拿不到任何的好處 那 除了台中有這樣的一個 白馬的故事呢 在 那個 和平島上面 色調島 也據說也有西班牙 就是 那邊有西班牙城堡 以前啊 以前有那個西班牙的城堡遺跡 那 據說當你在這個遺跡的附近 看到白馬在環繞的時候 圍繞的時候呢 你也要去追逐它 你就可以得到金銀財寶 那有這樣的傳說 那 或者像橫村墾丁那個地方 其實也有 白馬手 白馬手 保障的故事 那這童虎呢 它比較不一樣的是 白兔的故事 就是 童虎的一個地方 四角山 那邊 會有白兔去守護保障 那你同樣的去追逐它 你也會得到保障 但是 重點都是 這些故事呢 雖然說五花八滿 可能會有一些白馬跟白兔 或是動物 守護基金財寶的一個 一個這樣的 的一個 故事的原型 那其實最重要 他們的最重要的主題都是 你必須要是一個 有福分的人 而且是你是行政政 然後做著職的人 才可以有辦法去 享受這些東西 那這是屬於台灣的一個 很有趣的 金銀財寶的一個故事 那另一個故事呢 則是記錄在民俗台灣裡面 那民俗台灣是日本時代的一個 很厲害的一個民俗雜誌 那這個民俗雜誌裡面 也同樣講到 關於金銀財寶故事 就是說 當金銀財寶累積很多年 你都不去用它 你就會變成金銀鬼 然後變成金銀鬼的話 他就會手之間 把刀讓任何人都不去碰它 所以說 你也沒辦法 就算你是主人 你也沒辦法去碰它 所以說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是什麼 就是你拿錢就趕快就花 好 那這是一個很有趣的這樣的傳說 那當然這樣的傳說 各個地方都有 那我覺得 當我們 重新用一個新的角度去看以前 認為是民俗 就是以前 民俗學禮 或是歷史學禮 或是歷史學禮 這樣的東西的話 我們會得到很多的奇葩 或是不一樣的想像 從這個地方去立基 然後去看 到底是什麼樣子 就像是小群巴原 那小群巴原老師 是大師 小群巴原大師 他真的是一個非常厲害的 一個小說家 日本的怪壇 其實是有非常豐富的一個傳統在的 從殭屍 在怪壇 或是到現在的一些鬼故事 但是其實把這種妖怪故事寫得 最具文學性 然後讓妖怪具有 藝術上面的價值 文字上面的價值 其實是小群巴原大師 那他就是藉由怪壇這個東西 然後把一些很優微的日本 妖怪故事把它寫下來 例如像無連鬼的故事 或者是像學女的故事 現在我們看到了學女的故事 最重要的一個形象 完全就是由小群巴原所創造出來 但並不是說他寫下學女故事 而是他聽了他的妻子小群 截止的那個講述之後才寫下來 就是日本各個地方都有他的學女故事 就是有一些是學童子啊 有一些是學老人啊 或是學女人啊之類的 然後他根據他聽到 他妻子的這樣的一個講述之後 他再用他自己的想像 跟他的理解 然後重新寫下小群 學女這樣的故事 所以說現在我們想到學女 就會想到復仇 然後跟復興漢有關 或是欺騙有關係 或是跟信任有關係 這樣的一個概念意象 就是由小群巴原所建立起來的 那我覺得台灣 當然就是從南到北 然後不管是本島或是離島 也有各種不一樣的一些傳說故事 那當然我覺得我們就是 雖然說他現在是以前的故事 然後可能會是一些比較荒誕不進 然後現在覺得好像不太好 不太有趣的 或是很奇怪的背景 比如說 那個女鬼丟進樂友裡面 然後就變成棺材板 然後這是真拿招 但是如果說我們可以 藉由這樣的一個情節 有趣的情節 然後重新去發想 或是重新去塑造 或是重新去書寫 這樣的以前的傳說故事的話 我覺得他就會帶來 新的一個能動力 就像是小群巴原 他寫學女的故事 學女是一直流傳在 日本很有名的一個 一個妖怪的形象 可是是藉由她的一個文筆 然後重新去為這個 妖怪去定型 跟去做定義 那我覺得台灣 現在其實也可以 慢著這樣子一個 一個階段 重新去為這些以前傳說故事 去下一個新的見解 然後有一個提供新的觀點 這樣子的話 傳說就不只是留在傳說 而是可以變成一個 現代的樣貌 然後讓我們重新去認識它 那 以上就是我的小群巴原分享 謝謝 謝謝 這個活動呢 特別是由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所主辦 文化局所主辦 文化局所承辦 今年這次的活動 有兩場在極端舉行 上週一次 這週第二次了 那我們這次呢 提供一個特別製作的 新的 為我們有銷售的一個 贈品 等於是文化局所主辦 文化局所主辦 文化局所主辦 文化局所承辦 今年這次的活動 有兩場在極端舉行 上週一次 這週第二次了 那我們這次提供一個 特別製作的 新的 所謂文藥記的 特製的一款徽章 有三枚徽章 有三枚徽章 所以各位 這個 當然不是為政典 是為了對兩位老師的陽光 跟喜好 這個人家的機會 所以各位 我們提問的問題可以 請問 張國立老師 在你的那個寫作生涯裡面 你最感到最痛苦的事情是什麼 還有最快樂的事情是什麼 謝謝 在我寫作裡面 沒有痛苦過 都是很快樂的 就是我以前的工作量很大 以前在時光都當記者 當編輯的工作量很大 所以變成我的平衡 就是靠我讀書跟寫作 那我會自己人生裡面 取得很好的平衡 所以我當時快樂的時候 才會寫 因為可以逃避掉很多的東西 所以我才會有這麼多的想像 每天坐到辦公室裡面等記者的稿子 他當過記者 你知道記者等寫稿子有多漫啊 我想把它宰了你知道 我以前等過一個漫畫家的稿子 叫政問稿 政問稿 他可以給我報告 比如說今晚12點那個稿子 要送你一支抓場 李毅 他到了12點還沒開始畫 有很多種人 漫畫家都是這樣子 都是這樣 所以我後來就逐漸逐漸的 那邊有關係 就開始自己寫 所以在寫作的時候 其實是我最快樂的時間 好 我剛剛這位是 謝謝兩位老師的分享 我想請問兩位老師 奇幻小說是屬於 科幻小說還是夢幻寫詞 我會這樣問的是說 科幻小說說 他的東西可能 以後會實現的東西 比如說最有名的人來講 關鍵報告說 唐哥也有 他這樣 現在就有了 你看編師那個 古道節目 他還這樣 螢幕花花就學得懂 當然可以如同 張老師剛才講說 他把他的活 活逗下來 換個篩 現在不用了 你去醫院出來 認識定誰或誰 或是何老師剛才講的 穿業說不定幾千年以後 真的可以穿業 是不是說 奇幻小說裡面 你隔萬情 這種情節以後會實現 其實我個人 真想問張老師的就是 如果我沒有記錯 我看過張老師一篇小說 在裡面 你用西方 類型小說寫的 然後子彈出來以後 然後一直跑 跑到跨射完以後 寫了快一百個字 你要說那個子彈 在跑的過程 喔 這種邪華 有點像 武俠小說裡面 那個掌風 五雲高手 我本來 以為他要接這個 可是我發現 張老師下面 接的是 五創打武的故事 哇 就很挑痛 我說奇怪 這種類型小說 是不是 很多西方這種 槍斬 或是有很多這種邪華 還是你特別找出那一篇 子彈可以 從畫射到最後 寫了快一百個字 謝謝 我先講一下 就是 其實在寫作裡面 大概都逃通不了 伊利亞的奧迪賽的兩本 其實現代文裡面 奧迪賽的兩本 第一個就是 宿命 就是你的 人生的宿命是已經存在 所以經常會到 兜的你的宿命在那邊 轉就像 狗在咬你 把牙 第二個 就是 希望把你的場景 做得很大很廣 比如在奧迪賽裡面 奧迪賽裡面 各位都知道是木馬屠城 比如希臘亞的時候 是把他的標槍射出去了 然後那個作者 河馬也寫著 標槍飛過了山 飛過了海 然後寫著 他飛過地方的情景 最後這個槍 到了哪裡 他們在寫作的時候 的世界是非常大的 非常寬廣的 那 比如說在看 我們看那個 水虎傳也是一樣 水虎傳 各位可以看到 水虎傳我最喜歡的 是武松那一段 武松打虎那一段 各位可以看到 那個武松打虎 那個作者在寫的時候 那是老虎的動作 他說老虎只有三招 第一個是噗 第二個是咬 第三個用那尾巴來掃你 那武松掌握這個三個動作 結果就把老虎打死 所以武俠小時候的起源 我覺得可能跟他有點關係 就他連老虎的招式 他會設想好 那什麼做 那譬如說 接下來潘金蓮跟那個 西門慶之間的攻搭 對不對 各位看到也是三步行 一定要把筷子丟下去 丟下去的時候 你才能摸潘金蓮的腳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才有一三步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這小個家在設計 設計人物跟場景的時候 都很費心 所以在讀水浮傳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個 小說大概是這樣進行 那至於你剛剛講的 那個子彈飛了一百多個次 可能我那時候很窮的 騙稿廢 那關於那個奇幻小說 靜耀導臺提講 奇幻小說其實有很多的類型跟分法 每個主義 我看過是中國有中國分法 台灣有台灣分法 然後西方有西方的分法 我自己是覺得 所謂分類只是一個 好變的一個方法 那我自己是這樣想 其實我是把奇幻小說的 它的一個大前提是 叫做我自己命名啊 沒有任何學術個人 就是我自己想的 還是要幻想小說 那幻想總共有四種類型 第一種就是奇幻小說 第二種是科幻小說 第三種是魔幻寫師 第四種則是玄幻小說 那當然奇幻小說可能就是一些魔法啊 或者是一些明星世界啊 像托爾金這樣一個人 我們比較合熟能詳的奇幻 那科幻小說的 當然就是有科學、物理、化學相關的 這樣子的東西 那在這樣的分法 你可能就會有 輕科幻跟硬科幻的這樣的分法 那輕科幻就是 硬科幻就是說 裡面的故事內容 是非常跟物理、化學 像科學的知識相關的 然後想要探討的 其實也是科學的技術 跟人類的事情的關聯 然後他想要 他在故事的主題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那所謂輕科幻的 是把所謂科學或是科 科學幻想這樣的東西 當作只是一個棋子 或是背景舞台 但是他裡面真的上演 想要講的精神 主要可能是一些 人類學的一些價值啊 或者是社會學啊 或者是一些 心理意識上面的 或是人類人之間的 人際關係的 這樣的一個 心理學的範圍 那現在我們比較 比如說會拍的電影 或者是 比較耳熟能詳的一些 一些科幻小說 其實輕科幻是最多的 那當然另一種 比較偏向 所謂的魔幻寫實 則是比較偏向 那個 這個 就是文學 儲文學的一個技巧 那這樣的東西 主要是像馬奎斯 百年孤寂 那他這樣子的 所謂他這樣幻想 把它放進來 其實最主要是要做 諷刺社會 或者是要去 去提倡某種意識 或者是主題 然後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創造出來的技法 那這個技法 他其實是為了這種意識型 他在做服務 那另一種玄幻小說 的規則是什麼 他就是沒有規則 就是任何規則 就可以把它放進來 比如說 中國的修仙故事啊 可以放進去 然後 日本的胡藥 可以放進來 西方的吸血鬼 也可以放進來 然後機器大亂 什麼都可以 這是所謂的玄幻 那當然這樣玄幻的 一個定義其實是很模糊的 那最近 這樣比較發 近十年來開始發 這是近十年來開始發展 那這個發展的一個 最大的 原有 在台灣可能就是 網路小說常會有 那另一個 這幾年來 最大的一個範圍 就是在中國 中國網路小說 是最常使用 這樣的玄幻的小說 的一個技巧 尤其是現在 很多修仙 不是現在 其實在前幾年 就已經開始慢慢發生了 那現在 電視劇場 會拍這些 就拍這些故事 其實就是 他們其實已經在中國 已經累積了很多的 能量 所以就算可以拍電視劇 或者是電影 那這是所謂的一個 中國的一個玄幻故事 當然很多台灣的小說家 也會 或者是青小說家 或者是網路小說 網路 網路作家 也會 才有這樣的辦法 那就是 第四種的 奇怪 奇怪的話 它會更有規則性 比如說 三神 它可能對於奇幻某種很堅的一個 很硬的定律 然後去規定這個世界是什麼樣子 或是秘境世界到底是什麼樣子 魔界裡面的大陸 它裡面就是有半獸 那半獸的原流是什麼 它是有更完整 更鞏固的一個系統 但是玄幻的是更沒有系統 或是它是更可以把各種東西都放進來 科幻也可以放進來 文外顯示也可以放進來 或者是歷史的東西也可以放進來 那 這樣的一個規則 其實是更 更自由的 那當然這是一個很出現的分法 它到底中間的 另一道就是 可能就是要等學界的學者去做研究 那我覺得不管什麼樣的種類 那其實都只是一種好辯認去 作為讀者 我覺得只是一個好辯認去 搜尋自己喜歡什麼樣的一個 一個 一個定理 然後當然最後我覺得 就算是故事好看 那當然 那它是什麼東西其實不知道 故事好看才最重要 謝謝 好 謝謝兩位 繼續提問了 沒關係我們還有準備很多證明 所以沒關係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兩位 本來就是愛寫小說 還是說有什麼樣 維持 什麼 什麼因素 要維持你們寫小說的動力 或是熱情 是不是有受到什麼東西的影響 這樣子 影響的話當然 最早的影響 最早的影響 我現在突然想到的可能就是尼匡 因為尼匡 這個 他 他有非常非常多書 他寫劍田小說 也寫冒險小說 奇幻小說 武俠小說 各種的東西 算是 他算是最早打開了我的眼界的一個 很厲害的一個小說家 那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說 其實就是因為 因為我小時候就是 就是 就是 常常在書局裡面 就是 其實就看眼前 就在那邊一直看 看他的 看他的奏片 所以說才慢慢 打開我對於古學的喜好 然後 在 在那個時候 這小學的時候 才開始讀了很多東西 那 也是因為他的影響 所以說我就開始去找其他東西來看 為什麼 因為他 林荒的書裡面 講了很多 龐雜的姿勢跟東西 然後你會覺得那個東西好炫喔 這還其實是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或者是 西方的那個 某個東西 到底是 金字塔是什麼東西 藉由他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 龐雜的姿勢 雖然說他在裡面 並不是 把他講得很透徹 他只是順便提到 然後那個東西很有趣 可是他 這是為這樣的一個 關竅 所以說讓我 可以去 找其他東西來看 那 目前我是想到 這個是一個最早的 這個原料這樣子 好 謝謝 我是非常悲慘 沒有什麼好命 我小學會年級的時候 我跟我媽說 我想看犀牛記 我想的是那個 那個漫畫 你知道 可是我媽去菜市場買給便宜 買這麼厚女原裝 對 那我姊姊比我大五歲 所以她應該看著我 所以我每一天她放學 我就纏了她親 我姊姊講給我聽 那各位都知道 大五歲的姊姊是非常聰明的 有一些覺得她弟弟很煩 所以她根本就從來沒有 好好的應付過我 所以我就立志要把西遊記看完 後來我一直到五年級的時候 就看完了 看完以後就很得意 那從這以後就開始 掉進這個小說的世界裡 所以我的架構什麼都是虛構的 所以我的 我的 我的 丈母娘就很清楚 她很講說我 我講的話沒有一句可以信 我都是虛構的 這個沒有辦法 就是習慣了 所以我經常在跟她朋友介紹我的時候 她是寫小說的 她講的話都是虛構 都是不慘的 所以我說她如果不好的話 也都不慘 都是我的錯 所以就這樣一開始慢慢慢慢寫 那寫小說當然是最大程度的事情 對不對 我在寫的過程裡面 我得到很多 寫完的時候是我最快樂的時候 就是 一晚上 我也許一天不抽菸 到了晚上寫完小說 我沒有滿足感 會是我不停的抽菸 不停的抽菸 這也不能怪我 這情緒到了 所以我老婆叫我戒菸 我也沒有辦法 這是我為什麼出那麼多書的原因 我必須不停的得到那個很大的快感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 我應該是衛生衛找理的 我才會 親切的東西 開玩笑 可以開發兩個問題 三個 那我們就三個一起來 可以嗎 這三個看吧 兩位老師好 我是兩位老師的粉絲 就從那個 從成大作戰 企業神探 然後還有幻之感 跟搖壞台灣 那 最後問題問是 就是我在思考的是一個類型的問題 就是喜歡它作為一個素材 可以當作一個背景 或者是作為一種故事的進行方式 但是當奇幻 比如說它跟褪力結合的時候 就是那種虛構的東西 跟一個虛構很嚴謹的邏輯東西 相碰撞的時候 這兩位老師在寫作的時候 會不會遇到什麼必須要注意的地方 或者是寫作的難處 或有趣的地方 謝謝 我先回答一下 你也許對寫作是有很有興趣嗎 你很有興趣的話 在寫作其實有一個公式在 尤其在寫類型小說的時候 請各位去看三部劇 所謂三部劇 第一部主要人物通通要出場 然後介紹彼此的關係 到第二部的時候 事件一定要開始自己的變化 到第二部劇結束的時候 那時候男主角是失敗的 疊到谷底 各位看法蘭文電影就是想出來的 失敗到谷底 然後因為其中的一個員 入到第三部劇所才能起來 比如說武俠小說 那個楊過尼要斷一隻手 要把那個小說寫不下去 對不對 所以他才能夠去練到其他的功夫 所以武俠小說 每一個人物到一開始出來人物的時候 他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 到了第二部結束的時候 他一定是 就是受傷 然後他就摔到山洞裡面去 放完一個猴子 猴子每天抓桃子給他吃 那身體就很好 那打通任督厄賣 那撿到那一本什麼什麼 武林秘笈 他才會復仇 所以這是一個標準的模式 需不需要按照那個三部劇的模式走路定 它是一個基本的 所以按照這個方式走的話 你的小說進行會比較順暢 那至於說什麼樣的內容小說 其實是不重要的 比如說 推理小說裡面講本格派 對不對 本格派非常堅持一定要有破案 破案的過程一定要有設計 一定要有詭計 可到了美國的硬漢偵探出來以後 這些變得不重要 他強調的是硬漢的 在辦案過程裡面 他的個性 他所遭遇到他的困難 還有他的感情 這時候開始變化 所以你要講說是 要不要受限於類型 其實是不用的 他只是 在寫作的時候 為了好幫你分類的一種方式而已 所以這個是大概我的回答 我覺得 國威老師說 不需要分類是一個非常正確 而且一定要存在的一個 就是如果說是一個寫作者的話 一定 或者想 有自於 比如說類型這樣的寫作者 一定要存在心裡的一個狀態 當然 類型 就是有那個標籤 是可以讓讀者好去搜尋到 正確你喜歡的一個類型 的作品 的一個風格 可是作為寫作的話 如果說 卻會被這個類型說 分隔或者是所曲線的話 我覺得那個格局會變小 或者是能夠做的事情 就變得非常非常少 像我們很喜歡推理小說 那對我來講 就是根據我自己的定義 然後對於推理小說的定義 就是說 就是有一個複雜的一個 神秘的一個不可思議的事件 然後主角要去解決這個事件 那根據我的這樣的 規定的定義呢 其實基本上 全世界大概90%以上的小說 都是屬於推理小說 那事實上 我也是認為 這樣的小說 就是推理小說 就是有推理的性格 那當然推理有各種的分法 本格啊 新本格啊 社會啊 然後青春幽默啊 各種的狀況 或是像西方印漢啊 的這樣的分法 那我覺得 我覺得 最重要的是 類型該怎麼做 而是要看主題 就是這個故事 你要說什麼樣的故事 然後你就要找到一個正確 說它的形式 那這個形式是什麼類型 那就是看這個主題 到底想要講什麼東西 就是一個人 就是 就是都有 每個人或是每個故事 都有適合它的衣服 就是你必須要找到適合它的衣服來做 那對我來講 所謂的推理 就是我很喜歡寫推理小說 我也很喜歡讀 讀推理小說 那推理小說 最重要的 所以說我現在覺得 我說喜歡的 也許它更正確的來講 可能就是所謂的 懸疑小說 其實它真正的名字 就是懸疑小說 那只要是懸疑小說 就是我想寫的東西 那懸疑小說其實是可以 比如說科幻啊 或者是推理啊 或者是 歷史 因為歷史也有一個追尋的一個 可能會有一個追尋 真相的一個方法 那我覺得 這其實是一個 當我這樣想的話 我覺得 我就可以寫出更多東西來的 至少我覺得 可以寫出更多東西來的一個心態 那剛才講到三部劇 然後另一個我也很推薦的 就是 《英雄旅程》 就是西方 有一個 Campbell的一個神話學家 然後他去研究 古往金蘭 就是各種 各國神話傳說故事 然後研究出他的一個 一個公式 一個模型 叫做《英雄旅程》 就是 現在好萊塢 基本上所有的一個 戲劇 或者是電影 就是電影 其實都是根據這個 《英雄旅程》 然後去編排的 那 第一個推崇這個《英雄旅程》 就是原本是一個神話學家的著作 然後後來 被那個什麼 《星際大戰》的導演讀到 所以說《星際大戰》其實 他的寫作的一個格式 就是按照《英雄旅程》 然後當他這個電影很成功的時候 導演就跟大家講說 其實他一點都不算是很厲害 他只是造了這個《英雄旅程》的結構去做這個電影而已 所以說這個《英雄旅程》就變得非常非常有名 好 那大概是怎樣 謝謝 謝謝 謝謝兩位老師那麼精彩的分享 然後我也是有關 比如要創作方便 或請問張老師 就是因為我自己也還蠻喜歡參觀各地的廟裡的 所以想要請問 因為張老師 就是到各地去逢廟必拜的時候 就是留在類似進行田野調查或取材的時候 就是會特別注意廟裡的什麼方面 就譬如說像是建築啊 神像或是參拜方式之類的 還有一些就是 譬如說如果有遇到不了解的地方 譬如說不知道這個神像是誰 那要怎麼樣去 是會回去自己搜尋資料 還是會去詢問廟放人的相關的資訊 就是清了一哈拉 真的 就是什麼答案你可未得到 所以這個可以放心 那在你去 在台灣廟廟裡的祭拜比較單純 在日本每一個廟裡 它都會告訴你 先拍手兩下 再拉鈴啊 再居公三下 每個廟都拉一樣 所以你可能都要去問 那問過程 你也許會得到很多很特殊的情況 那在寫小說的天野調查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必須要把你周邊的感 對這個環境的感覺寫出來 然後你慢慢也會知道 廟方的人員會怎麼樣 因為當你假如在寫人物的時候 是一個很痛苦的事情 你要怎麼把它塑造出來 要塑造得很明顯 比如說我在寫企業偵探的時候 寫的塑造的男主角就是一個 他不願意工作的一個男生 他不願意工作的男生 他遇到一個小女生 那小女生應該是什麼樣子 那個小女生我就是每天觀察我外甥女 從觀察了三年我大概知道 那小女生是很 很不容易塑造的 就是他沒有什麼限制 所以我把這兩個人加在一起以後 這兩個角色會互相幫助 會使得角色更加的明顯 當你角色抓不到明顯的時候 你就會很難寫下去 這是最大的痛苦 所以當角色遇到問題的時候 就會去看書 你會看很多很多的書 所以在看不同作家的書的時候 你寫出來的感覺 跟調子會不太一樣 你會受到他的影響 那這時候你不要怕說抄襲或什麼 每一個人在寫作的時候都是因為模仿開始 看多看多看多 尤其是你喜歡的作家 他對你的影響更難 慢慢慢慢慢慢 你的風格會走出他 這個時候你就會很高興 那我一開始的時候大學裡面 我的心目中最偉大的書家 最像一個介川龍之計 還有三島遊技夫 三島遊技夫說人在18歲之後 身體就開始慢慢慢慢的枯萎 我就看這個話我就很可怕 所以三島遊技夫說人 最好活到39歲就要自殺 所以我在38歲年年就很掙扎 結果十歲生就結婚了 這就是沒有辦法 所以你會受到這些作家影響 你會 你會像剛才講的文化寫實 你會看到 那個和尚面對金格式的時候 那種是超出超無慮的理性 他怎麼會愛一個東西 愛到這一種地步呢 這時候大概你會知道 你知道 你會從作家的時候 三島遊技夫這樣 得到一個強烈的愛的感覺 美的感覺 可是你受到他的影響以後 你會不會真的去欺負啊 我到底想到沒有欺負嗎 只有四個線 我已經走出了三島遊技夫 開玩笑 謝謝 最後一個位置 謝謝 謝謝兩位老師 然後我是想追問一下 剛才就是玄幻小說的那個問題 就是我大概自己從國小 然後國中那段時間 就特別沉迷於玄幻小說 玄幻小說 只有是大陸那邊 然後就是大陸那邊 的確玄幻小說發展得特別的快 然後就是特別在青年人那一塊 會讀的人很多 然後好像聽說台灣這邊也是一樣 就是青年這一塊 玄幻小說讀得很多 這樣知道像作為奇幻小說的作家 就是各位 然後對於玄幻小說這種快餐式文化的一種看法 他是快餐式文化吧 當然有人會這樣講 對 因為他只是講求這些快書 因為譬如說像中國網路平台 有時候我也去上面看一些網路小說 那他那個小說更新的書 是非常驚人的 如果說他有接觸過 或是知道可能一部小說 從年載開始到現在可能就是 噢 一百萬字了 會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因為為什麼就是作者每天 都在更新一千字或是三千字 這樣子 那一年下來 兩年下來 三年下來可能就很多 那當然很 因為是一個很快速產出的一個 他也變成一個快速產出的產業 就是他也變成一種產業工 就是一個工作鏈 所以說那個 當然你一定會餐水 或是做很多的東西 或者是加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東西進來 就是必定會產生這種現象 那當然他可能就是快產式了 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當然在台灣可能 因為台灣還有所謂的網路文學的 這樣的一個平台 所以說可能 比如說在台灣的這樣的一個 玄幻小說的創作 可能就沒有辦法像 像中國的一個網路小說 這樣子非常龐大的一個產出量 那 但是我覺得是中國 有中國這樣的一個狀況 然後台灣有台灣這樣的狀況 那我也認為中國這樣的一個 網路小說的狀況其實也 並不是不好 因為就是 甚至有這麼多產出的量 所以說能從中脫穎而出的肯定 就是非常的有趣 或者是非常能夠得到更多人的認同 那我覺得這樣一個競爭 其實算是一種良性競爭 或者是一種非常恐怖的競爭 競爭的循環 但是藉由這樣的競爭 我覺得其實還是有一些很厲害的作品會出來 或者是 因為我很常看中國的戲劇 尤其是一些第四劇 或者是傳樂劇 或是我很著迷這種東西 所以說 就我自己看 就是有很多作品 就是非常的非常好啊 就是 雖然說我可能有看到原本的作品 那個小說作品 可是從劇集的各種台詞 或者是整個的架構 它都是非常的好 可能就是有經過一些腳本家 或是劇作家 從你再去改一些 或者是怎樣 但是就是從中原來 才取一些精華 然後從你去編排出來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 再製造 或者是一個再去想像 可以讓所謂的快餐 或者是快速的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得到更好的發揮 雖然說它可能變得更庸俗 或者更通俗 或者是更隨便一點 因為它可能就是 檢取了原本小說裡面 可能它捨棄了一些更重要的東西 然後只是挑選一些大家喜歡的東西 這樣子 可能是出自單道的東西 還是有可能會出來的 但是我覺得 至少作為作者的話 我覺得 這樣子快速的吸收各種東西進來 在創作者的面向上面 我覺得是需要有取捨的 這是一定要的 但是就一個 如果說就一個讀者來講的話 我如果是一個讀者的話 我也是樂於看到這樣的狀況 因為就是可能最後就會產出更好的作品出來 但你可能在剛開始看的時候 你就要去看 到底哪些到底是好的還是壞的 那在台灣的話 其實這樣的狀況可能是不太一樣的 在台灣這樣子的玄幻小說的作品 出版主要是在蓋亞出版社 蓋亞出版社有很多不同的作品會出來 那前幾年很紅的一個叫做二進島 那這幾年會有一些互選老師的一些作品 那這些在台灣其實 其實比較少人會去講它是玄幻小說 而是平像新小說這樣的分法 那這樣的新小說 其實可能就是受到日式的新小說的影響 其實就是啦 就是有很大的這樣的影響 那我覺得所謂快餐或是怎樣 這樣的觀點其實是看你從什麼樣的讀者 怎樣觀點去看 因為在台灣這樣子的讀者群 新小說的讀者群 主要是以國高中生的學生為主 然後他們會很喜歡這樣的作品 然後他們會覺得是快餐 或者是快餐也無妨也會拒絕了 可是隨著年紀的增長 可能就對以前就是 雖然說是同一個人 然後國中的時候讀這個作品 可是他到了三十歲 從現在讀這個作品 他可能就覺得 以前我怎麼會這麼喜歡這個作品 然後我實在搞不懂 可是就是不同的階段 就是有不同階段喜歡的對象 那也許就是因為他在國中的時候讀的這些東西 才開啟他更多的想像 就像是迷框對我影響的 就我現在其實很不喜歡迷框的書寫 可是我必須要就是非常的認同他 就是他開啟了我對於這個世界的一個新的想像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狀況也是很好的 就是看你在什麼樣階段什麼樣的一個歷程 然後喜歡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我覺得每個東西都有他的價值 這個問題這麼多 可能都這個時間一下用完了 其實我們去看幾場的類似 他們希望我們其實都很有很大的興趣 我想兩位老師也是很難得 他們也是第一次的見面 第一次的對談這樣 那各位也是第一次有這個機會看到這個組合 那對兩位中間作家來說 出版書籍是他們一個重要的 一個對外發生的管道 那其端的書店 在樓下一樓 準備了他們的著作 各位可以購買一些 還有陪錢老師來做一些簽名 但如果可以的話 這本書可以預購一下張老師這本 愛情的規律與範圍 雖然說是2017章 最新文創小說 這不知道怎麼回事 不過基本上書本很好 那個標語不要管他 那個天下的標題不要管他 那在結束之前 給我預告一下 兩人史第一個呢 我們其實有一個報名系統 大家來大概就有報名 如果說你報名沒有報上 因為我們公佈這個文明系統之後 一般是三天之內 全部都秒殺都漫長 可是呢就是有些人 就不會珍惜 就報名的這個機會 會沒有來 所以我們今天有個新的規定 如果你連續 你這一群次有三次 這個報名沒有確實來的話 就取消之後的資格 所以各位如果報名 請各位不必出席 就不能出席 請打個電話來 跟陳曼大衛講 他們會做這個拖戰的處理 那另外呢 真的你報了名沒有這個 報到的話 沒關係我們還會提供 一些現場後補位置 一般都有機會補得上 我們讓每一位聽眾 都有機會 聽老師們的精彩分享 這第一件 第二件 兩位是專業作家 是重要小說家 明天也是 小說家的這個 三人對決 洛宜君 黃麗群跟黃宗凱 跟各位報告一件 比較不幸的消息 洛宜君老師身體 非常不舒服 所以他昨天晚上跟我說 真的有些狀況 就要去做比較精密的檢查 所以這個身體文藥 也不能勉強 所以明天的活動呢 都會宣布一下 會有兩位喔 這個黃宗凱跟這個 黃麗群 兩位雙黃的 唱雙黃的 洛宜君老師可能就 就先在醫院好檢查 不過還是非常精彩 那時間呢 是明天禮拜天的 下午兩點到四點 在台北市藝術書館的總管 今天我們來錄了一個 總管的十樓 歡迎各位參加 這次應該一個非常精彩的 雙黃論劍這樣 我們今天再一次掌聲 謝謝兩位老師 謝謝大家 歡迎大家繼續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辛苦 謝謝大家